首先感谢那个社会学员还有 Alison 这个组织一次活动 很荣幸能跟大家过来今天晚上 怎么说呢 我想说的就是说还是随意的 也用专专专专专业的方面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就是在孩子成长那种 我们作为父母来讲 因为今天这个课呢 主要是针对父母 那么如何关注 如何看待我们这个 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 可能遇到的一些心理问题 一般我做 我经常做科普在不同的地方做 但我跟大家一般都说 因为我也是父母 我也是家长 那么我一般呢 我最后我也会说 我说这个带孩子 他其实不是说 他是结合于教育这个大的背景之下 那么其实呢 他不仅仅是教育 他包括以后孩子长大了之后 也存在父母和子女之间的 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 所以说做父母呢 其实也是一个一辈子的 那么一个journey 所以说呢 我其实很多的时候 我过来跟大家讲 其实也不是说什么专家呀 什么就是跟大家一块学习 来共同探讨 因为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而且我在临床时间和接触的很多家长 那么其实我也是在不断的学习 综合一下大家不同的情况 来看从不同的角度 看待这个从更深层次认知的角度来看待我们这个孩子的成长 那么当然了主要在学校 那么一般我刚开始讲之前 我都先问大家 可能大家英语虽然可能都很好 但是我一般都会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 那么我问一下大家 我是左面的还是右面的 大家可以自己想一下 比如说因为我是左面这个psychiatrist 我是这个psychologist 因为我知道大家不太熟悉我们心理 就是manterhouse这个专业的 一般可能很多人 如果你没有接触过这行业 可能有的时候不太清楚 那么我呢 我告诉大家我是右面 左面右面 你怎么看 屏幕上 我是这个psychiatrist 就是个带听诊器 听诊器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是说医学员毕业的 我们是MD 那么psychologist 他是我们叫心理学 他们一般就是心理学 学完了之后 他们也去做教授 也做研究的 也可以做治疗的等等 有不同的专业 那么他们都是psych大头的 就是说研究人的心理 经常的问题 那么我们是可以开药 可以做治疗 那么psychologist 心理专家 他们一般有的时候做教授 做科研 心理医生 他们就是说也做一些talk therapy 但是他们不开药 那么我今天大概主要讲 因为我的 我跟Alison也沟通过 在这个讲座之前 我跟大家讲 我可能讲的会非常快 我不会很深 就是很深度于某一个点 去讲的非常细致 比如说什么是孩子的抑郁症 我可能不会讲 因为我个人觉得 我今天想deliver的 就是给大家传递的信息 就是说如何从认知 从另外一个更广泛 更深刻的角度 在教育的这个环境之下 在新的这个科技时代的背景之下 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个孩子 如何理解教育 如何理解成功幸福等等 这些更深层次的一些东西 那么首先呢 我先讲一下 什么是心理健康 我们说 一般说 一般来说 心理健康 它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我自己感觉 是否还可以 如果你一天感觉 没有什么压力 没有什么烦心事 你就正常的上班下班 挺无聊的 也还看个追个剧 或者没有什么事 没有什么stress 贾医生 对不起打断你 有那个朋友说 他好像没有看到你的slides 是吗 对 你再分享一下麻烦 我看一下 sorry oh 这个没有 我一直没有分享 刚才我记得分享 可以吗 现在 可以 现在 对 现在看到了 然后您看一下 可不可以全屏试一下 我对我现在全屏试一下 试一下 可以吗 现在可以了 对 我就是讲了一下 这个psychologist psychologist 这两个词 那么心理健康 我们说什么是心理健康 就是一般来讲 就是你一天 如果觉得没有什么 特别好的事情 特别不好的事情 你处在一个 比较中性的一个过程 你比 你这个 感觉起来就像一个 很轻松的状态 那么其实这就是一种比较良好的状态 这就是一种心理健康的一种状态 就是 也可以说 你可以超过平均的状态 当然更好了 弗洛伊德说 你可以说 弗洛伊德认为什么 你有能力去工作 有能力去爱 是一种成熟幸福感 那么 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有多重能力 也可以说你有心理抵御的等等 那么 我们说心理疾病 很多人都说 这个人有心理疾病 那么在我们 在严格医生上讲 我们不再说心理疾病了 我们说心理障碍 什么是障碍呢 就是说 你有点困难 并不是说把它疾病化 当然了 你从科学的角度来 可以还是说 它是 illness 但是我们 其实一会我要讲 它其实就是一个 59分和61分之间的 这么一个状态的一种区别 临床上来讲 那么 心理健康就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心理说 illness 有疾病的 那怎么办 那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它有让你觉得不舒服 你感受上不舒服 你的思维上受到影响 你跟别人的交流受到影响 你有一些不好的行为等等 那这个时候 你可能就有一些障碍了 那么障碍的程度多少 那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那么所以说 我们一般来说 心理其实健康 它不是严格意义上 一个black and white 一个issue 并不是说 这个人有抑郁症 那这个人就是一个black 那个人没有抑郁症 他就是white 不是这样的 这是一种零 这是很多人在 我看到很多的科普 其实这个我也没有写过科普 因为这个话题 很多人对没有真正一个客观 客观的理解 那么就是说 临床上来讲 如果说这个人打分61分 他诊证为抑郁症 那么59分这个人 他没有打分到抑郁症这个标准 那都没有诊证为抑郁症 并不是说这两个人 就是一个黑和白的区别 其实他俩可能差点不多 就这个意思 它是一个spectrum 什么是一个spectrum 就是说大部分的人 我们说在中间这个位置 你也不坏 你也不特别好 那这些人其实是说 心理平衡的一种状态 正常状态 那么有些人呢 说太少了 或者太多了 有一种症状 情绪啊 认知啊 行为等等 你说这个人 卧床不起 他谁也不跟交流 这也是一种问题 他抑郁了 如果这个人 他一直不睡觉 他去disturb other people 然后他有一些问题 太过的活动 那么significant more 这个呢 也是一种问题 他就有点造狂了 所以说我们大部分情况下 它其实是个spectrum 它是continual 它是一个联动性的一个东西 那么mental health on spectrum 来讲 一般来讲 我们说什么呢 如果是你的健康的人 在这个左面 你就是你的mood呢 你有正常的小小的波动 你能一般家庭生活工作 还比较能控制 能睡觉也还可以 就是你不去用药 或者不去什么gambling等等 就不做一些异常的行为 这就是说你一般来讲 你是比较healthy的 那么你这个人 如果受点压力了之后呢 有点stressful之后呢 你会responding 或reacting 你比如说你就会很烦躁 没有耐心 或者是很焦虑 不舒服 你不能睡觉 你食欲低下 然后energy low 这些呢 就是说明你进入了一种 我们所说 亚健康状态 那么如果再亚健康状态 再深入一点点 就是injured struggling struggling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的负面的情绪很多 非常焦虑 你工作中不能完成工作 不能集中精力 不能sleep 不能睡觉 然后呢 你还是比如说 你有的时候去用药 或者有一些身体的疼痛 body mind connection 这就是一种 比较严重的状态了 如果你再继续严重 那就是crisis 就是说你遇到一些危机的状态了 这个时候 你可能就表现的比较强烈了 就刚才我们说 非常非常significant 你可能就是说 有一些angry angor 或者你想去死 想去割腕等等 或者是你想去抽大麻 抽cocaine 去numb yourself 你couldn't sleep 这个时候呢 就是非常非常严重了 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呢 临床上来讲 你可能就符合一定的临床诊断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 它不是说 抑郁症的人 就和不是抑郁症的人 他就有很大区别 并不是这样的 这个人可能两个人没有什么区别 那么它就是一个 我也讲 它是个spectrum 那么主要的问题就是 它当它的思考 认知 情绪 还有行为 在受到压力状况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夫妻吵架了 还是有问题了 它产生了一种 不好的状态 那个状态呢 持续的时间可长可短 根据每个人调节能力 你的抵御力等等 产生不同的reaction 那持续是个spectrum 那就有的时候 如果人严重的到不能控制了 不能工作了 就是工作了 就是job了 打那个学校得F了 那这就是说明非常严重 就引起临床的注意了 那么我们说three components 三个因素 mentally healthy 就是正常的一个人 我们说普通人 正常人 第一就是什么呢 你就是说 是你自己可以去爱 爱别人 被爱 能工作 能学习 这是从 第一自我的角度 你可以爱自己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你可以在社会中去工作 去生活 这个也是第二个层次 那么第三个角度呢 就是说你是effective 而不是说仅仅去生存 你是非常有效的 在社会中生存 有很好的良心 人际关系 工作比较稳定 这就是一个更高层次 在一个社会角度来理解 你这个人是比较健康 那么我们讲Mountain House 我们讲说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 他其实我们说研究一个人主要看三个方面 你的行为 behavior 我们大部分展现给外人的都是行为 还有你的feeling 你how you feel 你比如说我非常难受的时候 我脸上可能还是对着笑容的 因为我的boss在我的面前 所以我不得不假装微笑 那这就是说你的感受 还有什么呢 我的thoughts 我是怎么想 因为我虽然非常难受 但是我知道 我想法是我的老板在我面前 所以说我不能失态 我就要控制我的行为 那么人一般都是这三个成分组成的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一个interaction 还有什么between 还有你自己 其他人 还有你的未来 在这个大社会当中 如何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讲 这是一个general 不论大人小孩都是这样 那么我们因为关注 我们都是家长 那么现在看一看 我们现在的小朋友是现在心理状况 是什么状况 我给大家看一看有多严重 不要等到还会跟你说问题了 你才想一下这个问题很重要 那么2019年三分之一以上的高中学生 经历过持续的悲伤或绝望感 绝望感 这是很严重的 增加了40% 2019年有六分之一的人 年轻人 包括在过去一年中制定过自杀的计划 他不会告诉你有的时候 增加了很多 另外比如说在同性恋LGBTQ这个群体当中 这个mental health 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极其严重 这里我不细讲 那么大家你们可能要仔细听我说的 每一些这个number 那么你要如果关注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 包括性教育性别取向 在最近的CDC的这个调查结果当中 那么在全这所有的这些年轻人当中 只有84.4%的人 学生青少年认为他们自己是异性恋 就是我们叫street 其他的15.6%的人 都认为他们自己属于LGBTQ这个群体 这个我就不细讲了 当然了很久父母可能觉得自己家孩子没有这个问题 也不是问题 我们在美国是非常包容 我只是说给大家提个醒 这个方法你需要看一下 那么从10到14岁的青少年 自杀率从07年到2017年几乎增加了三倍 那么增加了非常多 那么从出生到34岁之间 右边这个图 它自杀是所有死亡当中的因素当中 第二个因素 那么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 是属于意外死亡 意外的车祸也等等 不是身体或者其他原因引起的死亡 说明什么呢 在人生的前半段中 自杀是最重要的 我们平时说什么肿瘤 那是人老了之后 你前半段阶段主要是自杀 比如说25到34岁 每年有7386个人自杀 这里面就是这个阶段 15到25岁左右 这个阶段是人生 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最高峰期 这个阶段有学业爱情和事业 三个主要阶段 主要问题 是人生巨大的一个挑战和实行过程 那么我们看 我们说这些小朋友都有什么问题呢 第一行为 比如说多冬症症 多冬症症者有大概有10% 600万患者 那么有7.4%的人有行为问题 我也会讲一下 7.1%的人这些小朋友有焦虑问题 3.2%的人有异议问题 很多人说医疑症怎么这么少呢 这我在这里不细说专业问题了 因为孩子被诊断疑症是比较小心的 所以说这里面是专业问题 我就不细讲 焦虑问题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青春期之前的男女是比较相似的 那么青春期之后 到了11岁左右之后 男女比例是1比2 女孩更多一点 男孩也是少一点 这里我就不细讲了 总的意思就是说 这里面焦虑和抑郁在过去很多的年 是有很多的增长 那么我讲一下 多少青少年接受治疗呢 就是这些人他有了这些问题 第一父母是不是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知道了之后 有多少人真正的去到 这个professional的地方去看 百分之四 78.1%的轻低育症患者 百分之六十的焦虑症患者 还有百分之五十四的行为学问题的 这些小朋友只有这些人 他去了这专业的这些机构 去看了一下 有寻求一些不论长转 寻求了一些专业意见 那么小朋友当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焦虑症 而不是抑郁症 大家常常听到 说哪个小朋友自杀了 天天几乎都有这样的新闻 有很多微信的这种文章 那么其实抑郁症 那你是看到的那是 The table of the iceberg 就是说焦虑症 其实是最常见的 当然抑郁症的他人会去这样 会去自杀 所以说这个比较 让大家开始这个 eyeball 那么UCLA高等教育 他说这个孩子上大学之后怎么办呢 说这个大学生焦虑 是否有感觉不堪重负 那么2016年有百分之二十八 比很多年前的十八 是增多了 增加了很多 那么六万多人 这些大学生当中 有五分之一的学生 有过自杀的念头 而这些学生当中 有百分之九 有自杀的企图 有百分之二十 有自残的行为 女生中非常多见 四分之一有这种新诊断心理问题 这只是诊断的问题 没有诊断的非常多 最恐怖的是什么呢 这些人 大部分的学生 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自己曾经有自杀的想法 就你的孩子在college里面 他并没有告诉你 他表面看起来很好 他说爸妈我都很好 他没有告诉你 在某一个moment 他会说 我非常不堪重负 我想去结束生命等等 所以说这个是 很多父母是不太了解的 那么而且大学生 亚裔的大学生 他这个是其他种族的 1.6倍 他寻求专业的比例更小 在过去25年中 只有一半的学生 觉得他们的心情 是高于平均值的 因为美国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底下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总体上来讲 亚裔美国的小朋友 可能大人也是这样的 他们接受药物治疗 或心理治疗的比率 是非常低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认可这个东西 我们不觉得自己有病 无名化的问题 我们自己太脆弱等等 有各种各样的不羞于其耻 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 这个我能理解 这是文化上的一些问题 需要更多的去理解 科普等等 那么这些小朋友 我有很多人他问我 说这个孩子焦虑 我说70%的小朋友 成长过程都经历过焦虑状态 这是很常见的 这原因都有什么呢 就是学而学业问题 还有朋友 叫fit in 小朋友他觉得我的朋友 抛弃了我 我抛弃了朋友 朋友之间互相背后gossip等等 被别人举效 欺负前途 男女朋友关系 男女朋友做错事 担心自己的外表 自己生病等等 这小朋友从小就有 不光是在高中生 从小就有 这个焦虑是一个双刃剑 他焦虑 他有可能让很多小朋友 变得越来越差 但是很多小朋友 如果在父母的帮助下 我适应力能很强的话 他其实可以把焦虑 转化进行动力 你可以去比如说学习 更加努力去营结新的考试 营结更好的前途等等 所以说在这里面 父母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多数的这些焦虑 是始发于青少年时期 那么它是列了个表 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这边是年龄 那么从小到大 到三十年之间 什么样的焦虑 是最占最多数的 你比如说小朋友的时候 在pre school 四五年级的时候 他要分离焦虑 小朋友离开家了 上学了 上pre school了 他有点焦虑 还有什么呢 他phobia恐惧症 恐惧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到social phobia 是什么呀 这个绿色的 绿色的是什么 到什么 青春期 就是十一二岁的时候 这个小孩 他突然在青春期 身体心理的变化之后 他突然对外界 对他的评价影响 他会感觉很焦虑 所以他会很恐怖 很恐怖去接触外界的社会 异性女孩男孩等等 他会有一些social phobia social anxiety 还有一些什么OCD 这我就不再讲了 就广泛性焦虑 还有一些恐慌症等等 这我就不细讲 那么焦虑症是青少年时期 最常见的问题 当然了我们平时说 都是自杀的抑郁的这些问题 更接受大家会很关注 就现在这个社会 他说It's okay Not to be okay 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你 如果孩子有什么不舒服的 跟家长说 大家不要惊恐 不要害怕 不要去惊慌 因为这是现在很多小朋友 都会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特征 那么你只要能争取的处理 就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我讲一下教育 社交媒体和心理健康 那么我说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这个话题 你是离不开教育的 这个大健康 你去光说 怎么去治这个抑郁 没有什么用处 为什么呢 你必须要在教育 和现在这个technology 这个society 这种状态 这种社会的大的背景之下 去理解这个心理健康 才make sense 那么我们说 中国人 我们亚裔 不过是亚裔人 印度人 犹太人 其他民族的很多人 都很重视教育 那么人生 我们说到底人生的起跑 从什么地方起 什么地方起跑 你早起跑 就一定能早出过终点线 是否 冲过终点线的人 是否觉得这个成绩 它满足 是否有幸福感 你的终点到底在哪里 你是跑100米 还是马拉松 你的旅途是否顺利 是否摔了一跤 你还得冠军 成功是否等于幸福 等等 你需要你去仔细 细考这个journey 那么传统 是我们说的教育 就是说 起点是怀孕前 理想终点是什么呢 疼笑 这个是我们 一说上学 大家都很关注 其实我个人认为 其实疼笑 仅仅是起点 其实真正的起点 是就是学校 大学 为什么呢 真正的大学 是一个人独立生活 独立进入社会的一个过程 这个时候 没有父母关注 是你自己能力的表现 不是父母带给你的一些 带来站在他的肩膀 直上往上走 这么一个过程 是体现你自己的能力 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真正的 其实我们所认为的终点 其实仅仅是孩子的起点 所以说我们 这就是我一会儿要讲 你的短期和长期的规划问题 什么是教育 我们说中国 我们在传统意义上讲 常出的教育 就是知识化的灌输性教育 数学学得好 比别人提前五个年级都学完了 你家很smart 这就是教育 你知道的东西多 比别人提前知道的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 知识其实最容易获得 这不是说真正的一种广义的教育 广义的教育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一种 在人生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 学习不光是有知识 还有技能价值信仰习惯 等等 包括情商 逆商等等 自我调控 对作为一个 对自己感有幸福感 对社会有意义的人 那么这是一种真正的一种价值观 包括参政等等 这都是一个教育的 广义的教育 其实就是人成长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里面很多人 我看到很多人关于什么 如何上成像 其实如果你真正的理解了这个概念 那么你就应该理解 你如何上同校 你比如说你要想上哈伯尔的 跟上MIT 或者上Stanford 或者是上Yale 这个你需要孩子的素质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MIT就是属于Scientific 就是Science Technology 这个概念 你学习好 这个就可以Talent 那么你要上哈伯尔的呢 你就要去改变人类的人 才能要去上哈伯尔的 如果你们家还仅仅是学习好 可能没有没有改变人类 那么就是我简单的说 那你可能就不是Fit 这个哈伯尔的这种理念 那么哈伯尔他就要改变人类 你说光改变我自己行不行呢 不够 Not enough 所以说哈伯尔就是你要可能做出很大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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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哈伯尔的教室官他就学这个人能改变社会 能改变人类 他就会找你 MIT跟这个理念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说这是以前的这个Time的一个magazine 很多年前的时候 说是Asian American with kids 就这些学习很出面 他们也说别的 那么我们说人一个人 其实教育的真正的归属 归的未来是什么 就是你要一种有自信 胜任人格贡献 关爱等等 一个人综合 我们说哈简单说 通俗讲综合素质的培养啊 管好自己的家也可以管天下 这才是一种人生的journey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个我个人认为 其实学习呢 既是很重要的 也是最重要的 同时呢也不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一个人在这个人生的高高低低的过程中 如果他不能走出这个底端的这个困境的话 他就不要再去想成就自己 成就社会了 所以说即使你学习再好 如果你走不出你人生中的挫折 用逆伤走出一个挫折的话 你也是无法最终 迎 就是提一个跑到终点 会用幸福的方式走过终点的 我说的意思就是什么 一个平衡的学业和mental health 一个人的视野 一个人的认知 这是最重要的 不仅仅是学业 那么这就是一种平衡了 那么什么怎么平衡呢 平复你的short term academic performance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long term life goal 比如说内驱力 那么有的小有的人呢 他可能上一般的学校 以后我会讲 Elon Musk 上了一般的学校 他也可以impact 就是整个人类 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这里面学业 如果你仅仅是把你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学业当中 那么你就可能很难应付于 学业进入大学之后的 孩子对于人生挑战 和他自己对幸福感 满足感的一种接受 和达到这种高度 他就不会 因为你没有考虑过一个因素 那么所以从life balance 这个角度来讲 你要考虑 你要在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 心理健康的基础之上 就亲子关系 与一切的基础上 你要考虑他们身体的健康 精神健康 spiritual social financial 比如说炒股 这也是financial very important community volunteer family core family value mental health 还有professional 你的professional 你是做一个高级打工仔 能赚100万 还是你做entrepreneurship 自己做CEO 等等 创业等等 这就是需要那个balance 根据你的孩子的temperment 你的性情 每个家的小孩是不一样的 我就没有必要攀比 所以说这个小孩是 每个人都是individualized 那么我讲 今年2021年有一个 我们说 说教育 教育说mental health 那这个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你就我们传统议生 不挣钱 就假的 你自然就 你就感觉好像幸福了 financial stable 那么今年给大家提一下 大家可以去看看 202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三个人得了奖 David Card Joshua Inggrist 和那个 Grill Inbent 他们讲什么东西呢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他们其实就是讲 大概的意思 其中一个topic 就是讲教育和你的收入 是否有什么样 是关联性的 还是因果性的关系 我举了一个图 他还有其他的topic 那么他说 A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income 他们这个有 其实是偏差的 因为他们的那些样本 是取决于 美国以前的那些年代 它跟现在这个社会不一样了 那么他说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这个人受的教育越高 你的收入 就成比例的 是更高的 就是这个目的意思 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呢 那么他就到一个plateau了 平衡了 所以说教育是很重要的 这个我感觉挺有意思 就是努贝尔经济学家 他们做的这些研究 就是理解这个社会的 属于社会学的一部分 那么你make这么多money 你做这么多钱 你是否真的会幸福 这个是很多人可能 你一想就是 哦那不会的 其实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为什么 是为什么钱不能拿来幸福 那么我们理解一下 什么是幸福 happy呢 幸福不是意味着 你就是一个完美的人 他只是说 你要look beyond 你要能看到 不完美以外的境界 你才能达到一种幸福感 而且幸福呢是什么呢 是一种内在的状态 你比如说我是 我可以是个 咱们不贬低任何人 我可以是个普通人 我做construction 我去做cleaner 我去在麦当劳上班 但是我很认可自己 我琢磨去烧烤 我很认可我的价值 我很高兴 我吩咐于社会 我不去跟Elon Musk比等等 是不是这样 那个什么jobs这种比 那么我就是有内在的幸福 这不是用钱可以衡量的 那么 就是说什么 幸福是你看 你是否相信你做的东西 你是否喜爱你做的东西 这是一种价值的一种认可 而不是说你去学校 你得多ABCD等等 就能体现出来的 这是一种价值 一种value 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孩子成长过程 能多加一些value的体现 那么幸福又它是有不同的阶段 那么给大家一说 你可能就明白了 最常见的是什么呢 pleasure 什么是pleasure 我看了一部韩剧 我很高兴 我吃了一个ice cream 我很舒服 这就是你的pleasure 你比如说股市挣了100块钱 我有这种愉悦感 这个东西很短 它是immediate gratification 这个它跟别人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你自己的一种感受 这个就是其实它是幸福的最原始结果 那么第二个阶段是success 成功 就是你个人的成功 你比如说我想当个医生 我想当个律师 我想做一个CEO 我想做一个什么人 你如果能取到那个阶段的一个目标 那你就比较success 这个success是你个人理解的success 也许在社会上有impact 有影响 但是也许在社会上并没有太多的impact 那只是你个人达到的一个阶段 对于你个人的幸福感是很有提 有必要的 那么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说什么呢 是超越你以外的这种value make a difference 什么是make a difference呢 就是说你做的这个事情 已经超越了你的这个success 你第二个level这个success 已经可以去影响其他的人 比如说jobs他做的这个iPhone 他影响了几十亿几十亿人的生活 那他就make a difference 然后呢 最后最高层次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呢 超越了 他超越了 已经形为了一种人类共识性的一个good 这种东西 所以说他的impact 已经远远超越了make a physical difference 就像很多的那种哲学家 他带来的那种impact 他对人类的一些理解 他超越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这种 就是说 当然了他也得首先满足一二三的这个前提之下 这是一种幸福的最高阶段 就是说他是永恒的东西 就是说从自我开始延伸 往外不断地延伸 这就是哈佛里面的一个最最最最最最他招生的最基本的一个前提 他招的人都是需要有impact 那么我们讲impact 那说现在这个generation和我们这个generation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马斯洛这个人 不在这吗 马斯洛这个人 就是这个阿伯赫 这个人他是这个叫这个 就是你人对于自己满足感的这么一种阶梯层 自感那么低 最基本的是什么呢 你basic need 吃喝住行等等 第二个level是你的心理的需求 我归属于中国文化 我的love 我的妻子 还有我的丈夫 我的孩子 还有你那么自尊心 最高层次呢 self fulfillment 就是我刚才说那种幸福感的最高阶段 已经超越了自我 你已经给人类社会带了一个impact 那这个呢 就是说你的就是说你的self actualization 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美国的教育 我一会儿会讲一下 那么他其实受到很多意识形态的影响 那么很多小朋友呢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们就是说他们 因为他们已经不需要解决最basic need了 他们这些东西已经有了 他已经有了这些吃喝拉撒睡东西 他已经不需要了 他就是take it for granted 那么这些小朋友 他们往往他们需求什么呢 他们的需求是要解决更深更高层次一个 就是理想主义化的一些孩子 就是说他要去营造一种改变社会这么一种氛围 那么在这种基础之上 人生大理想大梦想 他都要去实现 但是往往在这个时候 他忘了 他也需要扫义乌才去扫天下这么一个理念 就是说你自己要首先你要达到自己一个内在的屏风和幸福感 然后你才能去改变社会 你把自己弄好了 你才能去给社会带来影响 所以说这里面是 所以说你可以看一下书 那么这网上有很多说 我举了两本书 Can American schools be saved? How the ideology of American education is destroying it? 还有Our schools and education The war zone in America 他就讲了一些关于美国社会当中 我们说左与右的一个区别 我不做comments 大家可以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些认知的理解 那么我们讲 Successful Happy Product of American Ivy Colleague 这是谁 谢什么呢 他的中文名叫谢什么华 这叫Tony Singh 这个人可能很多人知道 Zappers 他亚马逊几年前把他收购 他卖鞋的 这个人他是2020年 因为这个原因不太清楚了 他可能是火 着火了之后中毒了之后死了 他其实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人 他爸爸妈妈来自于台湾 他其实在哈温上学 后来好像是上了一段时间之后 在postgraduate什么时候 他就quit了 很多这些牛人都是quit 你quit school是一种symbol 你就可以成功 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Bill Gates这种 那么他就quit了 然后他就去创业 他创业 然后他后来co-founded Zappers 你们可以去看看他的star 我就不细讲了 这个人是一个 他追求的是一种极致化的一种happiness 他不光是给自己创造happiness 他还要给所有的人创造happiness 包括他的顾客等等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是一个bestseller delivering happiness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会有时间 那么他的很有意思 我就不讲他具体的 他的私人生活中有很多可值得玩味的东西 这些东西细节 我们不评价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那么他当年的时候花了350个million dollar 在las vegas他要建立一个什么呢 有人称他为叫utopia 就是叫什么呢 就是乌托邦主义的幸福 幸福社会啊 叫做the kingdom of happiness 啊这个大家就可以看一看啊 我呃这比较中性大家可以看了 你可以从自己孩子角度 你自己认知的角度去理解这个the product of american iv college 啊就是就是说college就是他们这种角度哈 嗯说parenting is not easy 说家长很不容易啊generation z 那么为什么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孩子这么难处理啊 这么难带啊 为什么呢 首先你要理解我们是什么年代的人啊 那么我们说现在我们的孩子就是generation z 你现在小新生的小孩 2020年2000年左右以后的孩子啊 就是我们 而我们这些父母呢 大部分的情况下是generation x 呀也可能有millennial啊 小朋友的年轻 那么generation x和generation z 那么我在网上看了哈 有这么一些人写什么的 那么我们如果你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那么你可能如果在generation x 这个这个年代过来的人呢 你就觉得呢 你在你的经历当中呢 你就觉得你的这种经历告诉你 知识就是力量 你因为你的你的 你活得很富足 觉得有一种幸福和归属感 所以说你可能会自然而然的也认为 教育也认为教育也认为我们说狭义的还是广义 你如果是你得是狭义的知识教育上 Ivy League等等 这就是你能改变这个呃你孩子的命运呢 那是因为你的经历啊 那是因为你可能并不理解我们现在这个generation 看到的一些啊就是面与的这些挑战 那么我们说 那么你因为你的经历 所以说你就认为这是正确的 所以说你就会什么呢 你会做鸡娃啊 那么现在这个社会呢 不光是在中国的社会 那么在美国的社会呢 在教育这个这个方向呢 其实都已经非常严重的内眷化啊 这我就不讲什么是内眷化了 就是说什么呢 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到达了一定的程度 如果没有新的变革 已经没有什么更好 你花再多的钱 你也不会改变 你也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了 就是说你再上 有些只能上哈勃了 你不能再上 除非你等到伊朗马斯克去火星啊 你就没有再可以再往前前进的 就这种目前这种模式下 你只能内卷啊 人与人之间互相近 比如说我们是中国文化 AA这种这个Ratio 这个Distribution这种前提之下 在美国这种新的这种Edeology 你能Asian之间来打仗 来平衡来争夺 去哈勃 去耶鲁 还是去斯坦福 等等 你只能去西部 你可能才有机会啊 等等 东部呢 还有西部呢 都很competitive 那有些人说 那如果说父母心态好 怎么办 我就躺平吧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流行 这是一种时代性的一种特点 在社会发展的一定的基础程度之后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再讲一下时代的背景 我们说时代的背景 我们说了 这个Social Media 就是这个社交媒体 那么必须要讲 因为Generation Z 他们就在Social Media 这个Generation 这个环境下长大的 什么是Social Media 在2000之年 虽然是有网络泡沫 但是他没有Social Media 那么就是 Somewhere something went terribly wrong in human beings development Civilization 原来猴子说没有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什么时候什么人 what is wrong 什么时候问题的呢 我们所有的这是wong 还是right 就就归功于 或归罪于这么一个人啊 Jobs Steven Jobs 这样这个人 他是一个对我们刚才讲了 有impact on human being in general 他带了这个huge impact 有人说是good 有人说是wrong 这个看你怎么理解 那么他就是从07年 给大家带来的 我们都喜欢的一个礼物 叫做iPhone 那么这个iPhone 是人类的一场变革 也可以说人类历史的一个催化剂 是wrong direction 还是correct 还是good direction nobody knows 那个历史会给我们答案 他给我们带来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很好 问题是什么呢 当我们这个信息 社会的到来之后呢 他就信息有一个爆炸的年代 而这些信息爆大 比如说当年的伦敦的这个library 他只有50万册出 那现在可能有人说 每隔多少天 信息就double一次 就往上就是加倍一次 那么在这些信息当中 很多人说都是这些绝大部分的信息 都是fragment 都是片段化和不全面的信息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孩子 在这个年代所受到的一些challenge 其实这个社交媒体 在无形中已经把我们的孩子 从我们的父母身边已经抢走了 那么这个social medium 他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他就是不再去engage 不再去从事与我们的传统的家庭 这种core value 社会的人与人间的交际 等等自己的self absorption 孤独感 还有悲伤感 表面上看起来就很好的 大家可以用自己去judge technology 是a friend or a foe 来历史会告诉我们答案啊 这个这个就像你是左还是右一样啊 这个没有办法来判断这个问题啊 那么我们说现在目前这个孩子在现在这种状态之下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有这么多的问题啊 那么why youth are so stressed啊 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些问题啊 什么呀 get good grades good looking啊 girls boys 这个当父母你肯定都知道啊 fit in socially 这是一个big topic 我不细讲啊 fit in 这是一种文化啊 在小孩当中 你说那个人要做什么了 我也想去做妈妈的爸妈说 你为啥非要去做那么做不好 说no i want to do it because they all do it fit in be good at sports 还有什么呢 relationship school bully career choice financial issue decision peer pressure school 等等啊 这就是这很多东西了 各种各样的topic了 我不细讲了啊 还有drugs 在美国是个drug 就毒品问题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都不细讲啊 那么我我们说人类 它是人类的发展 它是有不断的有生产力的变化 那么我们讲一下教育啊 教育 教育其实在目前那个经过的这个反单 每个时候其实我感觉教育好像也要有一些新的突破了 一些milestone 比如说在芬兰 从2020年起开始 他们已经不再把教育在高中开始实行这种已经不再实行分科教育了 他们改变了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叫做phenomenal education 什么意思 什么叫phenomenal education呢 就是说我不再去教孩子什么物语化学历史英语数学等等了 我是基于一个社会历史现象 我们用这个从这个现象当中 从不同的角度分为几个步骤来学习 学习这个从不同的这个subject这个方向来学习这个历史事件 学习这个历史现象 然后你去不断去思考学习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说这是一种崭新的模式 和这个分量好像不是第一个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就是可以关注一下 就是一个inquiry based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ve hands-on and technology technology 刚才我们也说了 technology是一个friend of folk 大家可以自己去讲 你有自己的opinion 我只是给大家提醒一下这些信息 那么你如果说在目前这种generation 自己这种情况之下 那我们说你如何去发现 我们说你讲了这么多 这我的孩子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大多数情况 我给这么大家说 小孩的成长都会有些问题 或多或少 严重还是还是轻 还一过性的还是时间长的等等 如果你要没有问题 那你可能是你没有看到 你忽略的 那么我们就要学会去理解 发现什么样的孩子 有什么样的心理健康 情绪出现的问题等等 有人说什么是抑郁症 怎么诊断 我一般跟大家说 具体的怎么诊断 我不会讲这个东西 我一般说 这个孩子如果他不高兴了 就是抑郁 但是能不能到抑郁症呢 刚才我前面也讲了 它是一个T2性的一个变化 并不是说你这个孩子 抑郁症就是黑和白的 并不是这样的 当他严重到一定的程度 符合我们临床诊断的标准的时候 我们就在临床上给出一个 抑郁症的一个诊断 所以说不要有态度的污名化 你不要觉得有家孩子抑郁症了 就是过去的坎儿不是这样 我也跟大家问 我说我可以问大家现在的观众 有没有任何一个观众 在你长这么大的过程当中 从来没有抑郁过 从来没有焦虑过 如果有人可以告诉我 我觉得可能不太有这样的人 就是说我就是说抑郁焦虑 其实是人生的一个过程 它是起起伏伏的一个过程 但是很多人越来越焦虑了 一会儿过去了 它很好了 没有问题 很多家长说 我还 那个 是那个 假医生那边的信号是吧 我看一下 大家是不是 没错 他应该能 你跟他先一下 联系一下 看他 他应该马上再带进来 大家稍等一下 这个他的信号不是很好 大家耐心一下 你跟假律师沟通一下 进来了 可以吗 对对对 信号突然 好 接着 接着 对 不好意思 就是说这个海 我们这个家长 因为我们在成长的年代中 我们情绪其实没有父母 我们的父母没有太多关注情绪 也有 所以说我们的理解 一般就是说你还应该更坚强一些 或者你去责怪什么 太老了 你加油 等等 那么你要去学会理解和发现 青少年的一些症状 就是说什么症状 你比如说 我就不细讲 所有的这里有很多的 悲伤 绝望 烦躁 烦躁是孩子一个情绪问题的最主要的体现 不想做事 懒 不想做去的事情 饮食的变化 睡眠的变化 我知道这边的睡眠压力很大 很多小朋友会出现问题的 大家一定要把孩子睡眠弄好 体力变化 尚可不能集中精力 诊断为多重症等等 一文不知无用 自我隔离自残等等 这都是各种各样的行为 我可以告诉大家 其实我有孩子 我每次看到我孩子很累的时候 其实我是真的特别理解 我说现在的孩子压力太大了 真的 大家父母可以去想 这些人 they're just a kid 非常不容易这些孩子 那么我们说 你孩子没跟我说怎么办 那你就说 那你就第一 我觉得就是说 看你是什么样的personality 你是什么样的性格 孩子什么样的性格 那第一是干什么呢 就要交流 如果孩子不跟你交流怎么办呢 那你要去观察 暗中观察 你不是去问他 你有没有问题啊 你有没有焦虑啊 那他不会跟你说 如果他 如果说有那孩子 跟父母关系 他就近 你就可以干什么 交流 你就可以交流 交流就可以 那么 所有的这些东西 他就建立在一个什么 良好的亲子关系 基础之上的 如果你没有良好的亲子关系 那他就跟你的巨人也很远 他就不会跟你说 他有什么问题 他也不会来找你 他也不会来勤求你帮助 所以说 当然了这里 我就不具体讲 你如何去交流了 如果有其他的问题 这是单独的话题 我可以具体的讲 那么说了 我们一个人展现在这个社会上 最主要的是行为 你去观察观察什么 除了交流之外 这个更深 更更另外一个层次 就是去观察他的行为 行为是什么 比如说 有叛逆的态度呀 学业的波动啊 睡眠的问题 情绪的波动 侵略性的语言 冒险的行为啊 说谎啊 争论的自私放弃 外在形象啊 异常的行为啊 不具体的那个 与父母交流少啊 优如寡断的 男女朋友对性的 活动的好奇探索等等啊 这些是相对比较正常 但如果说有一些 比较严重的一些 严重的问题 那些是属于非正常的吧 偷东西啊 学业不良啊 辱骂啊 长期焦虑啊 痴迷体重啊 饮食啊 很少有事要习惯 饮酒啊 车业不归 毒品啊 等等 非正常的性活动 过度的网瘾啊 这我也不讲了 暴力语言啊 自杀行为啊 自惨等等 这都是问题 那么我们说啊 尽量讲的快点啊 但是我讲的比较粗略啊 那么如果我们说如何陪伴和理解啊 理解是首先你要理解啊 那么我作为一个父母 我我的第一感受就是说 其实很多孩子 他做的东西 我是控制不了 根本没有办法控制 你不是说我知道怎么做 就是对 就能去影响他 不会的 所以说这里面 最重要的是去理解 你要理解他的 个人的性格特点 你要理解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 在社会上都有什么现象 这个背景之下 去理解他们处的环境 然后去陪伴他 走过这个情况 那么我们要帮助他们什么呢 个性化的教育目标 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 有的孩子不学习 可以上藤校 有的小孩 普通学校也很好 刚才那个诺贝尔奖 今年那个经济学奖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啊 关于什么私校啊 藤校和普通学校的区别 他那里会讲 我建议大家去看一看 社区大学啊 直接工作啊等等 你做水管工 也可以成为 been in next no problem 还有什么呢 身份认同 在这个阶段啊 你到底是谁啊 你在学校中会说到一些 political的一些pressure啊 这个是我不讲啊 我不需 没有时间讲在这里啊 还有什么呢 性和和性别取向 我刚才说了啊 在美国84.4的小朋友 被认为自己是异性恋 street 而15.6的小朋友 认为是另外的 这样啊 我觉得美国是一个 很包容的社会啊 我们尊重任何人 都没有问题 这取决于自己的家庭 你自己的价值value 和你的这种具体的 孩子的value啊 你要根据孩子的情况来定 接受自己的想法和身体啊 独立生活和人际关系能力 还有什么呢 未来事业的规划啊 还有什么呢 相对成熟的价值观 和道德体系啊 这里面是涉及到 我刚才也说了 我们说美国的教育当中 其实是充斥了很多 edology 就是说意识形态 我们说中美啊 等等大国之间博弈 是意识形态之争啊 那么在学校当中 其实很严重 那么我们说什么呢 在美国社会的political system 里面主要是progressive 就是进步 进步自由派 和传统保守派之间的区别啊 我们不说谁对谁错啊 他只是一个人 每人就是他自己选择的问题 还有最根本的是什么 合理的期望 是根本 是所有一切的根本 你们家的孩子 是不是上藤校的料 这个你是不是能改变世界 那你就去哈佛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一个nerd science technology 你就去MIT 如果你是一个 大部分的一般人 就去个州立 也很好 你就可以看 今年那个诺贝尔奖 或者他们也研究过哈 关于上学和以后 是否成功幸福感 等一些研究哈 其实是很有体的意义的 那么基本原则是什么呢 我们一般来讲 不要站在孩子的对立面上 第二点呢 我说忘记你父母的角色 成为孩子的朋友 其实我个人觉得 这里面朋友 其实并不准确 但是我只是用了这个词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 其实你是很难成为孩子的朋友的 但是更多的时候 更准确 可能叫做companion 叫做陪伴 就是给他拎包的 或者怎么样 当然这里我就不具体解释 大家可能能明白 我说的什么意思 如果他没有问题 你要考虑 是不是我也是这个问题的一步 我们父母 那么我们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那么孩子的问题 大家一定要做到自我 self awareness 不是检讨了 自我想一想 为什么 我也不细讲 要观察突然的变化 说什么跳楼等等 自杀等等 突然变化 那么选择合适的 开放式的交流 少用我们等等 我也不细讲 这没有很多技巧 还有深疏熟悉的想法 还是主观冲动性的决定 这个是非常重要 这个原则是什么呢 如果孩子有个什么事情 no reaction don't react 就是你不要去说 和做任何事情 如果你不确定 你做的是对 还是错的时候 我建议你 走开 停五分钟 到一个别的房间去 想一想 或者过一天之后 再回来讨论这个话题 不要当时帮助 因为你是没有成熟的想法的时候 你去跟孩子讲 你只能是冲动的 不理性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你要做下放肤 身中和孩子一起冲动 我给大家讲个例子 我有个病人快速的讲 大概70岁 60没有70岁 63岁 他是一个Nurse 他有一天过来他要自杀 为什么我说 他孩子是一个同性恋 男性的 他一直关系挺好 他们养两个孩子 他就是有一天 他要给他的 他就是给他的儿子 30多岁 发了一个短信 说我要不要给我的两个grandchildren 买个礼物 他也没做错什么东西 在Christmas之前 在圣诞节之前 然后他的儿子和他的husband 就非常暴怒 就跟他切断关系了 你说 这个我就不comments了 这就是一种帮 就是一种界限感的体现 所以说 就是life 就是一个人生一辈子的 一个学习的过程 即使你还长大了 也是一样 那么好的父母是什么 我们说好应该带个引号 就是说 一个合理的父母是什么 就是鼓励喜欢他们做的事情 快乐的事情 道德感 价值感 人生价值 我就不细说了 这里面每个都有很多 就是主要还是 你给他一些知识建议 从他的角度 多一些同理性 多一些同情性 从他的角度 从他generation Z 这个角度来看待 他的生长成长过程 而不是用你的理念 去强加于他 要尊重他 要无条件的关系 当然了这里面无条件 是带引号 并不是无条件 爱也是这样 就带引号 其实是有条件的 具体是什么条件 我没时间细讲 那么你要支持他的决定 也要建议 给他提供一些建议 就是什么 叫guidance 就是相当于一个mentor 人生导师 你应该把自己定为 一个人 如果在你的认知和能力范围之内 给他做一个所谓的人生导师 如果你不理解的东西 那你就让他自己去探索 有别的人生导师来帮助他 让他life experience 来帮助他 轻听 当然了 是很重要 而且大家一定要记住 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去用 所有的一个固定的 谁说了 那个专家说了 这么做 你就去这么做 no 我从来不建议这样 你一定要是根据你孩子 你自己的性格 还有你的情感 认知 行为 你自己的生长的时代 意识形态 political culture 等等 去审视你自己 看你们家孩子 是什么样的性情 这个性情叫temperment 他说孩子出生就开始有了 有每个孩子 他都是不一样的 在一个家里面 兄弟姐妹之间 也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用 你的统一的方法 去对待所有的孩子 这是不行的 每一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 你必须 陪伴 和引导 就是说那么这些 所谓的帮助都必须是几点的 应该是合理的 你不能不能两可 哪怕你不知道 你说我不知道 也是清楚的 就是你要清楚表达你的意见 要一致的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是个大问题 在国内夫妻之间 是否对这个问题是一致的 爷爷奶奶姥姥之间 上面六个人 不同的年代之间的人 是否对如何上学 怎么行为 怎么穿衣服 怎么做 有一致的意见呢 他说这么做好 那个人说那么做好 需要consistent 正面和积极的 positive 因为你的示范作用 对孩子非常重要 就是说 而且要基于孩子反馈 基础之上 达成一种共识 feedback opinions from children 这个very important 这就是需要你的孩子 比较open 他可以跟你去交流 如果孩子他很晒 他不愿意跟你交流 这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你只能去观察 你可能去 这就是说 你也需要鼓励去跟他 孩子跟你交流 为什么呢 因为交流 是他以后生存的 基本技能之一 必须是这样的 灵活性的长期坚持 什么呢 你当你这些东西 有一致性的 对他短期的学业目标 和长期的人生目标 有一个平衡性的抉择之后呢 你在实践当中 你要大部分情况下 有structure的 规范性的 但是带一些灵活性 你不能太僵硬 去长期的坚持 不说今天冬 明天是西 那不行 我们说如果孩子 说如果需要了一些 如果有一些问题 我从来都认为 父母其实是最好的治疗师 如果你父母 有足够的自我认知的话 那么如果没有 当一个孩子症状 非常明显 会主动 现在的孩子 他们在学校里 学了很多mental health 这些小朋友 比我们都明白很多的 以前我是干这个的 我知道 小孩现在 我们刚刚回来 我晚上聚一个朋友讲 他回来刚刚说 那隔壁小孩说 别人家都有问题 那小孩都去看心理医生 我咋不去呢 这是fit in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他没有问题的 就是这个问题了 因为大家都去看 这个Mountain House 这些counselor等等 所以他觉得 我怎么 我是不是也有点问题 才能去看 也要去看 所以现在的小孩 其实他们跟我们 这个年代不一样 在学校里呢 他非常有这个课程 有counselor给他们讲课 所以说他们 其实从知识这个角度 但是他们没有visit 他们知识这个角度 他们其实是非常理解的 但是他们理解 还是比较肤浅 他们有的时候 他会跟父母说 我要去找一个心理医生看 吃药还是不吃药 找人talk怎么样 这个时候父母们就需要知道 你去如何去寻找 这些资源 帮助你的孩子 那么心理医生 是中国特色的一个词 我以前喜欢一些科普 那在美国主要有两种人 第一是精神科医生 像我这样的人 我呢是可以做什么呢 我可以给病人开药 我可以并做诊断 我可以给病人做 talk therapy 心理治疗 我也可以做 但是在美国 一般我们是不做的 但是我们是可以做的 第二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说说的 治疗师和咨询师 这些人呢 他们都叫therapist 都叫counselor 但是他们有不同的背景 比如说有学什么呢 心理学的 刚才我们上面讲的 叫psychologist 还有学什么呢 有社工学专业的 叫social worker 还有一些人学的叫counselor 他们在本科时候 就学的counselor 这些人都统一为 治疗师和咨询师 他们干什么呢 talk therapy 来了之后 他不开药 他就是跟你说话 问你什么问题呀 问你分析分析呀 给你支支招啊 建议建议等等啊 还有你的夫妻治疗啊 家庭治疗啊等等 这些我们其实也都做的 当然了 很多人是分不清楚 这些东西啊 那么主要的就是说 有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 那么我一般 因为我是个不是喜欢特别 喜欢药的人哈 那么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有保险呢 大家都有保险啊 那你就现在利用这些资源啊 你先找一个咨询治疗师 去聊一聊啊 如果他们有的时候 他们觉得如果你家孩子需要 呃 说话不够多 那他可能会建议你去看看我们啊 精神科医生啊 看看需不需要给点小的药物啊 其实大家不要有太多的成见 对这个精神科的药啊 其实我跟大家很多人说 你去家庭医生那给你开个高血压 糖尿病的药 你也会吃 你从来不会想是吧 但是你当你去看看精神科医药 给你开个药 你就觉得自己疯了 那不是这样的啊 这是一种完全的无名化 其实高癌高血压 心脏病的药啊 糖尿病的药 可能呢 付出没有我们的药 那严重的很多的啊 大家就 我就是说这我不讲啊 那么学校呢 都有counselor 大家可能都知道啊 这个counselor是干什么的呢 你的孩子出现了这种 所谓的社会性的问题啊 Mandhouse问题 你都可以找他啊 他可以让你去孩子做什么 测试啊 心理测试啊 给你转介到 这个咨询师治疗师啊 精神科医生那样 他要叫你去看 你比如说你家小朋友 在学校里头非常 那个淘气啊 经常扰乱秩序等等啊 说你家这孩子最近 手机总是问题太多 然后上课睡觉 然后不注意影响别人啊 等等啊 或者说孩子说啊 我不想活了 那这counselor就很严重了 马上给父母打电话 说你们家孩子要去 看一下Mandhouse 都是这样的 那么如果你们家孩子 是有一些 比如说啊 你有一些诊断啊 多重症啊等等啊 你要知道 学校是有504和IEP plan 504是稍微少一点的 IEP是更individual individualeducation plan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你家孩子 已经有这种 说给了一个所谓的诊断 那么你其实可以在学校 就是要求一些啊 特殊计划啊 就是让你的孩子 比如说他如果实在是影响学业 那么他考试时间呢 你根据504它可以延长一点啊 可以flexible一点 这样你的孩子呢 学习成绩不至于落下等等 那么最后一点 你当你去看我们这些人的时候啊 治疗室 咨询室 精神科医生呢 很多人说 我去看我不喜欢那个人 这个呢 那就是太重要了 就是你去看这些人 最重要的就是要fit 就是要match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必须 你找这个人 你跟这个人能聊得来才行 跟你什么是不是专家 你找一个Hover的人 你去了你不喜欢他 你也没有效果 你就找一个普通的人 你跟他聊得很好 你如果能聊得来 孩子也挺喜欢他 能跟他一直有帮助 这样的人 我都是建议这样的 因为这个心理健康 跟别的不一样啊 不像说你告诉你呀 他可能去了开口药就走了 也不需要了解太多 但是因为这个 涉及到很多隐私的东西 你必须是跟这个人你舒服 然后呢 你才能敞开心扉 去跟这个人交流 我看一下啊 还有两个简单 让我说一下啊 就是这个基本怎么治疗哈 那么我们说啊 说我们说成功 pass to success beyond academics 什么意思呢 短期你是academic需要成功 但是你去了Hover doesn't mean you are successful 哎 那么我们其实更多的是需要什么的 IQ 我们说academic 仅仅是冰山一角 那么他需要在人生的旅行当中呢 需要有很多的Q EQ CQ AQ SQ IQ 等等各种各样 我就不细讲了哈 也就是说人啊 其实需要的是智慧啊 这个人情形上啊 当然很重要 不仅仅是说你成为一个nerd啊 你去就会学习 这样的人 当然了嗯 他也在科学上就会成就 但是他这种自我的满足感 呃幸福感 他可能会有一些区别啊 那么我们说不需要上同校 是不是 你比如说伊朗 马斯克也去了queens university 在canada 在加拿大啊 他其实也他后来来了美国哈 他也quit了在stanford当中 他也是创业 他从南非长大的哈 那么其实呢啊 请成效 我觉得能去还是要去哈 但是你不需要每天都去 那么同时最后讲kids的mountain house呢 其实是比你的学业成绩啊 是更重要的很多 我有很多人来呃 就是家长来问我啊 他孩子上了大学之后就不上了 quit啊 你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嗯 他说幸福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你就是你能享受 你现在拥有的东西 而不是说 你想要的到的东西 呀 parenting呢 就是这个做父母啊 就是一个辈子一个journey啊 啊就是挺困难的 大家一块成长啊 谢谢大家 嘿好的 特别谢谢贾医生 今天的这个分享哈 因为贾医生之前是在我们平台上已经做过两次讲座了 每次都非常的受欢迎 所以我们这次也是再把它请回来就是专门给了一次这样的针对青少年的心理和这个精神障碍的一些讲座 然后现在的话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QA的环节 然后呢 这样子我们先我们先走那个chatbox里面的问题 然后呢如果我们还有时间的话可以让那个家长开麦来进行一个交流 然后 然后呢 那个 嗯 在QA之前我想补充一些哈这个贾医生真的是非常专业而且每次跟我们分享听起来可能他本身就是心理医生这个语音语数和内容让人听起来就是不过不但是学到了知识 而且还有一种很享受的感觉啊至少我个人是这样的那么贾医生的这个前面几次分享呢有part one two three呢在我们的网上的youtube都有所以大家可以回去听 另外一个呢也欢迎也非常希望大家都能够sign up这个贾医生他自己有微信公号啊 像贾医生真的是花自己的时间公益时间来给我们大家分享哎贾医生你的那个微信的这个回头我们放在群里会你如果你有的话让大家都加你的就是都关注你的微信公号啊贾医生非常棒的文章 我们下一步也会在这个这个听方面多做一些讲座哈所以我呢也可能下一步因为这段大家有注意到哈因为QA马上开始我加几句就不知道刚才有没有讲就是我们这个私会学院和咖啡俱乐部现在已经全部并入一个共同的非隐秘组织就叫AFI大家看到我后面的这个标志了还有这个AFI就是Alliance for Impact 是我们北美精英会然后呢是希望用这个名字把我们的这个教育品牌和我们的这个华人咖啡俱乐部呢都放在这个下面同时呢我们更inclusive我们也欢迎其他的亚裔来参与我们的各种讲座所以未来我们还会今天讨论有英文的让我们的下一代来组织一些讲座所以呢我们想下一次呢可能有更多因为这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这个下面可能看看贾医生这边我们 是不是有一些group课程甚至是one to one以咨询的方式通过我们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学院哈原来呢贾医生因为他不能在自己呃自己州以外来行医但是呢咨询是可以的所以等一下大家要是问这些问题我就因为这些都是以前经常出现的问题所以我就补充一下啊谢谢非常非常感谢贾医生哈非常感谢 嗯好的那个大家可以看到我那个屏幕吧现在就是说我分享的屏幕应该可以看得到对吧然后那个因为我是全屏呃所以现在的话有两个二维码有一个是我们的小助手大家想要加入到今天的这个身心健康群的朋友呢可以扫这个小助手的二维码进到我们那群里面如果大家就是说我看有人是说想要这个贾医生的PPT哈 这个我们得询问一下贾医生如果他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发到群里面第二个二维码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表格呃这个就是说是希望与贾医生进行这个parenting咨询的家长的话呢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填写表格先然后呢呃贾医生这边呢会和您取得一个联系然后关于那个刚刚说到的贾医生是否可以就是说找贾医生看病哈或者是呃 找贾医生进行一个咨询现在我们也请贾医生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两者之间的一个区别啊那个啊对对对对多谢Angie哈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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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那个介绍呃是这样的哈我们因为我们在美国呢呃在行医啊跟在中国不一样的啊我们不提供curbside就是什么的非正式型的咨询在美中国的话我知道大家都找亲戚朋友啊说啊问问这个朋友的医生啊什么问题啊等等啊在美国我们 我们是不允许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除非这个人是我的病人啊那么呃因为我只在马里兰呃呃行医那么你这个人只有你的人在马里兰州我是可以看的啊那么在马里兰州以外作为我行医的方式就是说开药咨询的呢我是我是做不了的而且我也不能提供比如说你有一个问题说你想找我来问问问我家还是不是预证这我是提供不了为什么呢就是涉及到我专业的东西我是不允许在呃在 呃道德上职业道德和呃职业上呃去做这个事情的这个是违法的啊我是做不了的但是呢一般来讲呢像刚才安吉啊阿勒森也说了哈就是如果大家有提供有关于parenting这块啊就是父母啊带孩子有什么呃challenge我也不是什么专家哈我也是一块跟大家一起成长那么呃就是有一些课程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啊大家一起去一起成长的这些东西呢呃以我的专业背景和我自己的爱好为基础呢 这个这个是可以讨论的啊那么我们在我现在之后我也是有一些小业务就是呃大家你找我来啊不是开药主要是拍主要是父母啊你要来找我孩子有什么问题你想让我咨询你找我来咨询一下这个是可以的啊因为这个呃不涉及到我你是我的病人哈如果你孩子有什么问题你有一些苦恼啊你到我这来就是说呃做一些咨询这个是可以的嗯好的行那个呃我们现在先这样哈 我我先走一下那个QA里面的一些问题呃可能有些问题的话可能是比较呃虽然他可能是问的是他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自己的一些问题但是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呃广泛广泛性哈所以对所以我先走一下然后呢有呃有人问说女儿已经27岁了呃抑郁症发作然后对父母很怨恨不愿意就医拒绝所有的帮助呃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请问一下假医生有没有有什么样的一个 呃建议这样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背景但我给大家给你解释一下啊就是这样的心理健康这个问题最大的呃一个障碍是什么呢是来自于这个人是否他有一个人叫inside中文叫什么叫叫就自省啊还是什么就是说他是否他想去就医帮寻求帮助如果这个人他不想去寻求帮助在美国这种现在的目前状况下你是没有 有办法去强迫他去找的啊你你不可能强迫他去做另外是什么呢那么我我一般说哈如果这个孩子的父母你要强迫他去做他对你有怨恨那么我感觉啊这里面可能是你在亲子关系他21岁在以前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裂痕啊这个我不知道了啊那么可能有一些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是你这个呃是你这个就是说是你这个孩子有抑郁症这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就是亲子关系这块 啊那么这个问题可能是属于根上的一个问题那么你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解决你你去让他去呃现在做出改变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因为在美国你是没有办法强迫别人去做事的那么我建议如果说你们是父母的话那么尽量还是从自我啊回顾一下孩子成长历程你们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个角度呢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改变孩子你能改变谁呢可以改变一下自我啊就这个意思啊具体怎么做 我没有办法给你提供一个具体的方法嗯好的然后那个我继续呃请问一下那个焦虑症哈呃没有但没有抑郁症会不会导致自杀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能帮助青少年缓解这个焦虑的情绪比方说做作业的时候要要手指甲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呃可能是有一定的这个焦虑症状出现了哈然后这两个问题我合在一起然后请那个假医生回答一下对这个问题 其实比较general哈我可以给大家给给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哈因为这个东西要具体看哈那么第一焦虑症能不能导致自杀呢哈一般是这样哈我们说一个人如果他要自杀啊一般的原因都是抑郁症啊大部分情况下他是抑郁到没有希望绝望了之后没有希望了他才会去自杀的啊自愧自愧啊自内疚啊等等啊那么焦虑症和抑郁症之间 是有的时候他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关系啊这个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说我一直担心考试考不好本来我平时学习是个学习很好的人但是我一直担心我学不好学习考不好考试考不好像在中国那种一锤进烟的考试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我考试考杂了没有考上我理想的大学或者甚至都没有考上大学那这个焦虑的结果 他就会导致一个人产生抑郁症那么抑郁症到严重的一定程度呢有的人就会有自杀的呈现啊那焦虑症本身他能不能自杀呢这个好像一般我不我不觉得会有哈那么就是说你比如说我因为我焦虑的是一个是一个特定的一个现象你比如说我出去我不想跟打交道那焦虑症他会有一个叫我们叫coping skill这个叫 就是对付的手段叫什么就是如果我不方便出去和别人不愿意和别人去交流我我觉得有善太害羞我不舒服那么这些人他会什么呢他会不去不去就没就可以了他就不会不舒服所以说这样的人一般焦虑的人他有个特定的情况之下他不会直接产生一个自杀的现象但是像我刚才说那种情况下如果他大学没考好他落榜了他产生了抑郁那他就会什么呢有可能他就会有自杀 这是有可能那么焦虑说要千笔头就是怎么缓解啊那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了啊这个就是什么是焦虑呢焦虑他其实主要是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性的一种担心啊他有的时候是潜意识中有的时候是意识当中的那么这个小朋友他去啃千笔头那么啃千笔头这个这是一个行为这个行为他有可能直接和你这个焦虑 做作业有的关系也可能跟这个没有关系如果这个小孩他很早就是说他咬千笔头啊咬千笔头那比如说他原来是他一直是有拖延症他还不愿意写作业到最后一分钟他再去写写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如何去写他爸爸去爸爸妈妈去批评他啊得了个B或者得C等等他他担心而去咬这个千笔头那这个解决办法是什么呢那就要从行为学上啊你的家庭的关系当中你需要逐渐改变这个孩子 行为让他比如说早点做作业呀让他的成绩慢慢的变好让他把这种对焦虑的这个原因改变了之后那他呢这个行为可能就会慢慢的变好啊那么如果他咬千笔头这个事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学习也挺好也没有这些问题那可能他就是一种单纯的行为啊他可能有什么叫强迫症我们说啊他当然他达不到强迫症那个概念 像我们原来我大学的时候有个朋友有个同学他是二班的我们说叫啊他把五个手指头都考的那个P都没有了那他就是那样他现在也很活得也很好也没有问题啊他就是每个人他人生阶段会有一些各种问题呃个别的变化所以说他其实心理健康这个东西不是说看起来那么简单你要分析他具体背后的心理啊社会因素行为因素等等所以说你我要不知道你们家小孩为什么去啃这个千笔头而且你们作为父母如何对千笔头这个焦虑这个现象 有什么样一个具体的一个担心我也没有办法直接回答你哈因为我刚才也说了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个性化的问题嗯好的谢谢贾医生的这个分享哈那个呃我这边有个小小的问题哈就是说一般呃你刚刚说了这个焦虑症和抑郁症的话他有个相互关联的关系嗯可不可能是比方说小孩他可能是源头是焦虑但是他表现出来的可能到后面是抑郁的一个症状然后或者是他是一个 他的源头可能是抑郁但是他后面呃最就是表现出来那个比较obvious的那个症状是焦虑的症状这个时候会不会有扭准的一个可能他俩就是他俩就是亲兄弟啊我就简单说就是通俗的说其实焦虑和抑郁大部分时候他是共存的啊他大部分小孩也是这样就什么是呢我们简单说我以前写过一篇科普哈就是什么是抑郁呢抑郁就是对发生过时的事情有一种会有的那个会获感啊这是抑郁啊这简单不都是这样啊 不那么简单不是黑黑黑起来那焦虑主要是对未来的一种uncertainty这么一种改变那么如果说这个人你比如说我原来不焦虑我学习一直很好啊那我一直也没有问题那么我去考试了你比如说我去考试有一年的时候那考两天是他第一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那个那个你酒店的那个fire alarm响了我都没办法睡觉那我如果没办法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哈如果你这个人因为没办法睡觉你或者家里有什么事我这个试没考好我没考上清华北 没考上哈佛耶鲁然后你这个人就抑郁了抑郁了之后呢他因为有过去这个经历他可能再次考试再次面临人生抉择的时候他就会有焦虑等等啊这也是可以的所以说焦虑和抑郁这个东西很多人是分不清楚的啊而且大多数来讲你要想真的把它切割开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当然了焦虑的焦虑里面有不同种焦虑是可以分出来的嗯好的谢谢贾医生然后呃有家长问说那个 孩子喜欢打游戏要一直鼓励支持吗哈哈哈打游戏这个话题呢我一般就是每次都会有这问题这个可这个可以可能也讲不完这个话题小孩子打游戏最低我不知道这个孩子多大啊这个你比如说我以前写过一篇文我一个父母啊这个小孩今年这个父母他呃在加州啊这个加州这个小孩呢他从小打游戏他三年级的时候就可以把那学校啊和这个他打游戏打得很厉害他把那个学校啊 老师的密码都破解了进去之后改成绩什么都可以啊三年就可以了啊这个天才但是呢他游戏的很好他今年呢他妈妈前两天给我发微信说啊他说他孩子被UC就是加州大学所有呃系列都免费直接就是你可以随便去啊Berkeley啊UCLA啊等等随便去另外他有U-Pen啊Conair啊都给他一些有些橄榄枝生过来希望他能去因为他同时也体育呃游戏游戏很厉害啊呃这个呃所以说他就想 他父母妈妈付出了很多心血那么打游戏这个东西呢要要真的要具体看啊那么如果你比如说这个小朋友呢他其实是打游戏的但是这个小朋友他就像很多体育生是一样的他就是什么呢所有的都是非常有效的把这个学业啊等等都弄得非常清楚了之后然后去打游戏然后当然了再保证身心啊睡眠啊等等基础之上他打 啊他喜欢打打得好但是如果说小朋友呢你比如说我有个病人啊他3030岁他领了十几年的disability啊他他就是职业打游戏那你他也不上学人家有生存的途径境国家给他发钱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我们所以说这个打游戏呢前提是什么呢不影响亲子关系啊不影响学业等等但是大部分的家庭遇到的问题都是说他影响了学业这个时候呢我个人觉得稍微有点晚啊 但是具体看具体情况看你家小孩几年级比如说高中那是真的没办法那就有点晚啊那个时候因为很重要你初中小学你还可以想办法慢慢的改变过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具体分析了嗯好的呃然后有一位那个呃匿名的这个听众哈分享了非常长的一个一个问题哈呃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可能针对性比较强一点 然后您如果就不建议的话可以加我或加Angeline的微信哈到时候我们把把这个问题反馈给这个假医生我们可能在这里就先不聊这个问题了是关于这个大学申请的问题呃然后我继续往下面走如果孩子出现这个抑郁状况然后该怎么跟孩子说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嗯嗯这个是这样的这现在小朋友呢他一般呢接受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他们在学校里面这个school counselor他们经常讲从小学就开始讲从kindergarten就开始有这个啊他们有讲什么mindfulness啊be nice啊什么就是讲健康emotional color啊等等就会讲的他们以学习充斥着学校的一个整个的过程他们其实对整个这个东西呢他其实是都非常理解的那么这个小朋友如果他有这些这些症状呢有这些呃情况呢就是你需要把这些东西淡化一下哈因为毕竟呢你在美国这个非常没有那么污名化严重的这种国度呢其实他在 在很多人的心当中还是有一定的墨边化墨污名化的啊就是说大家还是觉得不愿意让别人看到这种隐私啊自己的隐私啊等等啊这还是有这种想法的那么你要跟孩子要说你要比如说这个孩子他你可以去跟他先找一个counselor啊聊天聊聊天啊找一刚才我说了找一个他比较能聊了来的人啊去去聊一聊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啊你就是聊聊天嘛你就是你跟父母说的如果说你觉得 啊不是能啊放得开说的话你找一个第三方人外面的人聊一聊哎如果你对你有帮助店有什么不好是吧就你要淡化他你不要把他说啊你必须要去看你不去看那不行啊你怎么能去你要这样push他那这会刚才就是第一个问题那种啊你如果你你你给他的压力太大了那他就反正有叛逆了他就不会去做了就是要淡化因为这个有的说你不知道他是一过性的啊临时性的啊是有什么原因呢还是很长时间的 你不知道这情况除非你这个父母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说做父母要做一个了解自己孩子的父母很重要你要自己家你要知道自己家孩子什么样的性格特点接收度是否open等等嗯好的呃下面一个问题呃他说他女儿的话呢就有这个抑郁症哈然后有这个就是乱花钱的这个行为out of control然后他他这个就是花钱的这个行为然后他作为父母可以做些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他有抑郁症他有抑郁症还还那个花钱是吧嗯对这个我不知道他多大哈这个小孩看起来就可能有点初中高中了估计是可能或者是这个意思哈我不知道他具体这个花钱这个行为呢是这样哈这个行为他有很多motivation在在这个这个潜意识当中哈那么有的人你比如说我自己有这感受哈你比如说我今天要心情不不高兴的话我去商店 嗯买买两件衣服买个鞋估计我心情也能好受一点哈至少有个distraction哈那么男男男女女人可能都会有一点小孩也是这样的哈他可能花钱对他来讲也是一种解决压力的那种方式哈那这是有可能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呢这小孩可能他可能比如说家里可能比较富裕啊那他可能家花钱呢花得比较习惯了哈那父母可能也不是说故意的商量去这么花钱都只是属于疼爱呀关心的爱呀等等说觉得孩子也需要一些满足啊 那一些这些东西那么也是一种可能但是这种习惯你一旦放开了之后就很难再有再收回来了我不知道你具体的这个这个是什么原因啊因为花钱啊也是一种比如说有人造黄他会花很多钱啊这是另外一种境界的花钱了那么我听这个现象呢他花钱我不知道是有peer pressure啊是同学之间呢还是有什么各种其他的原因啊比如他是不是上私校啊那么里面有很多的压力啊攀比啊等等啊 还是因为他单独就是有这么个习惯啊他这个花钱是为什么花花什么样的钱是是不是需要的还是what she wants or what she needs they all different or how much in what situation这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东西要看啊具体的情况这我没办法直接看因为你这个家境你就说我家的要是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和一个比较富裕的中产阶级或者是再富裕一点的那每家的情况呢对于你这个理解他感到的过程一种习惯的形成都是不一样的嗯好的呃下面个问题说接触过这个抑郁症的人哈然后感觉他呃其他人就是说他身边的人会受到影响因为他可能会像黑洞一样 把他自己的这个正面的情绪或者把周围人的这个正面情绪都影响到都吸进去对如果面对这样的人的话呃如何处理呢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这是个我以前的时候记得跟第一次跟那个呃在卡夫基斯部聊天的时候有人问哈说贾医生你天天干这个活你自己不抑郁吗哈哈就是说你怎么能作为一个这个天天这么工作啊看这么多人是这样的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你要看这个人是谁啊如果他是你的就是你的伴侣 啊啊所以我说你一个人你不得不天天跟他在一起生存的这么一个人啊那这个肯定是会受到影响因为他是一个你的一个significant other或者是一个other people啊kids或者parents如果这个人他是你的一个同事或者只是一个外面的friend那你是可以有一个合适的界限的因为如果哈啊一个人他是极其我们叫negative或者抑郁的情绪的发作的时候 他是其实他呃呃呃人表现比有的抑郁的他不会说他不会跟别人分享他不会去把那些情绪去感染给别人他只是自己不做事那么有些男人他是喜欢去分享啊说很多东西negative的东西然后就把别人给用圈进去拽吸进去那么这样的他是很powerful的如果这样的人是你生活中你不得不跟他生活在一起的人那我个人感觉这叫social stressor啊你这个是很难控制的那你无论他是谁最好的办法就是 就是有一种界限感啊当然了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家屋檐下生活的话那确实是比较困难啊嗯好的然后呢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呃家庭医生有时候也可以开一些抗焦虑和抑郁的药物哈就是说您建议这个病人在严重到是什么样的程度之后或者有哪些的一个诊断之后呢呃是必须要去看这个心理科医生的然后呢现在特别难约到这个心理科医生哈呃所以的话 呃呃因为所以就是说他可能想了解说什么样的这个症状的话他可能在家庭医生那边就可以开些药就解决了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可以聊一下精神科医生和神经科医生的区别吗比如说dimension有行为问题的病人是不是两个专科都需要看对我给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这两个问题很好其实其实有点很专业的性质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么在美国 大概有16%到18的成年人在过去一年或几年之内他吃过抗抑郁和抗焦虑药其实是非常非常普遍的我前昨天在一个外面跟那个旁边邻居的玩儿那小那个聊天他爸爸跟我说啊他说我还吃那个药啊我说OK那菜啊那个然后他吃所以说很多人吃那么这些药其实大部分是谁开的呢他不是我们精神科医生开的家庭科医生开的啊那么这个家庭科医生说起来就很有意思啊家庭科医生 之间有很大区别你比如说我是个家庭科医生如果我对我我我我是我对精神就是这个神精神科的药呢他比较啊了解我我自己很舒服那么我有一个病人来了我就说好行我这么给你开我这么给你做啊你就我知道怎么弄啊就就我就很comfortable我就自己很舒服去做那么我就会一直给病人做这个治疗啊那有的病家比如说我我对这个比较不太了解 我只是开高血压糖尿病这个东西那他来了之后他说什么呢呀我跟你开个最基本的吧下次来他说你还没好啊那行我跟你refer到精神科医生那去啊那他就可能会把他refer给我们了那有的那种特别舒服的人他就看这样我们我很多的病人在医院里看到的他们就是一直开吃要吃几十年就是家庭科医生给开的啊那没问题什么情况下refer这有两种选择第一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只能听你的家庭科医 家庭科医生讲了对吧对吧对吧他说我我看不了了你给你refer走吧你就去了如果你所以说我希望你自己有所了解如果说你觉得你不comfortable你想找一个专科医生那我就建议你跟这个家庭科医生说什么呢你说你能不能把我refer给精神科医生去看哎这个也是双下去的如果你不说那有些人特别舒服的他就一直给你看啊是这种 那么第二种这个很好讲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在国内的这个中文当中很多人分不清楚神经科医生和精神科医生神经病和精神病啊神经科医生是什么呢我给大家叫严格医生严格医生来讲他叫神经内科医生啊他就neurologist那么我们叫精神科医生反过来这两个字 我们叫psychiatrist 喂可以听到是吧啊我这边听不到啊听听到可以听得到啊对那么我给大家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如果你看到如果你看到了一个电脑那个这个电脑有两种东西你才能运行这个电脑一个是硬件一个是软件 神经科医生看什么呢神经科医生看什么呢看硬件就这么简单如果说这个人Dementia他什么人看呢神经内科看啊就是如果说你这个你这个电脑气质上机械上出现问题了啊那你就得游去神经内科医生看neurologist如果说他找了半天说你这这个 电脑也没有问题但是你这个操作程序上有问题了你这个人思维混乱了你叫谁看呢叫精神科医生看就这么简单 你比如说你得了一个修课啊大脑修课的出脑出血啊脑医学啊这就是神经内科的事跟我们内科 好的行那个还有个问题在QA里面哈然后他是问到这个bully的问题然后其实我刚刚看到我们有一个朋友在chad里面是发了很长的一个关于bully的一个事情哈 而且那个朋友呢他的这个小孩面临的bully的话可能是在幼儿园和一年级所以他就问到说那个美国的这个bully这个问题会不会 呃导致很多的自杀然后美国的学校对bully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嗯 bully能不能导致自杀这个问题还是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啊 bully本身这个东西呢那他肯定会造成很多trauma啊 他这个trauma的结果呢有可能是教育症抑郁症啊不想上学啊等等各种感觉哭啊等等 各种各样的因素哈那他的他的间接来讲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那他如果真的抑郁了小孩想象不开了等等根据去读到小孩的幼儿园可能还没有那种能力去自杀好那么看啊看这什么样的情况那大孩子他就有能力去自杀了那么间接来看那什么事情有可能的好啊但是这个bully这个事情是什么理解我给大家个举计解释一下啊 bully这个东西你要分几个层次来看啊bully首先你从自我来看 你怎么处理这个bully这个事情啊就你自己的反应和你家庭父母的反应第二个层次 学校的反应那么在美国这个社会呢因为他有些话就不能说了啊那么因为一般来讲这个school这个board啊 这个学校他都会有这些policy他是严格禁止bully的啊 严格禁止的但是你要看什么形式的bully啊学校有的时候他会打马虎眼啊他会他就装弧度啊等等他的政策是很清楚的 说no bully at all但是在学校当中孩子那童言无忌多大的小孩尤其在price school 他说的那些话你说他听从父母们那听的从网络那听的你说他说他是故意的吗 那也不是学校的错他小孩所以说这种东西你要看啊你要在高到高中了中学之后啊你自己能采取的措施就两种啊 第一你是如何反应的啊我一般建议啊to be strong 呀这种东西就to be strong doesn't mean you have to accept it 你第二步就是什么呢你要report it 你一定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啊你要去告诉学校啊这个事情发生了学校会打马虎眼他说啊我们也不知道不是在学校发生的我们有这个policy他们自己的家长我们推掉的电话他会混一下的啊但是作为我们来讲你不出生就代表着你没有维护自己的权益啊 从父母这角度来讲你一定要保护你的孩子的心灵受到痛快那你作为怎么做呢no reaction peace neutral be strong go through it 当然了取决你的孩子孩子他会有一些reaction哭啊闹啊你一定要给他一些关心爱心支持他会勾勾 关于bully这个问题哈我今天还跟一位义工也在讨论因为我觉得bully这个问题不光是这个心理健康问题还有一个 一个社群的强大行为一个抱团因为像我们正呃也出现过学校非常严重bully而且白人还之间也互相bully 呃呃当时我们的这些有些家长他也非常强就是组织的叫good boy club然后就against那些bad boy因为你最后告来告去也没有太大用没用的学校开全校的家长大部分 因为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些小孩这有些家长根本就是support的状态他根本就不管他的小孩所以我们下一步哈如果就我们会专门针对 bully成立就是说大家一个小组然后来讨论甚至我们可能像有一些社区的华人非常少他们没有一种力量去帮他们跟校长谈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成立一个互助就是学校bully的互助组哈这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做非盈利的一个一个原因希望大家支持这也是我今天刚刚讨论的问题也是这位家长因为这位家长也是跟我联系我还帮他找到的律师 但像贾医生说的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还是to be strong我们自己要strong然后我们自己要去fight而且这个fight的过程我们正像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邻居也出现这个问题后来是整个正的中文学会的有人代表然后一遍一遍找校长还找到趟里面经过历史好半年的时间最后才拿到一封信这正里面才来出这都是非常political的问题 所以说很多家长一开始什么都不管只是去上班从来不管社区到自己的社区出现这种问题你才觉得参与社区你才能够得到帮助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我们afi没有local就是一个internet但是我们遍布在各个地方都有所以我是希望未来我们能够现在就是会未来组织一个专门是bully方面的这种互助谢谢谢谢我就是补充一下对我觉得Andy说的非常好这是一个不光是涉及到一个个人的问题这是我们整个 群族的一个最基本的生存fight在这个美国的国家你要是不cry你就no milk我们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么这么严酷你要是想go take it easy no it will happen any more times你一定不能让他得寸进尺这是就是说当然我们不会over但是这个事情你必须要fight呀我觉得Andy他们说这个非常好就是你我们有需要有一个群族的力量当然我们不会去打他抢了哈但是我们就very political的issue这个但是你必须要 让人觉得我们不是软蛋啊这个必须是有这个道理你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你要让你觉得在美国的时候会只有强者成存但是必须在political这个背景之下你要按照这个你要知道这个社会的游戏是怎么如何来玩的才行尤其是political嗯好的那我们继续我们这个答疑哈那刚刚因为我在看说哎好多人说那个呃我的这个分享的把那个二维码给遮住了然后那个我现在看一下大家能不能扫得到然后 然后另外的话大家都在问那个贾医生的公号哈贾医生你方便的话可以打在这个chatbox里面发到群里了我刚才在他们问这些问题我都发到把贾医生的这个发到群里然后大家没有入群的就可以继续扫这个二维码哈然后入群嗯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呃贾医生是这是他的专业哈 他像今年晚上来跟我们已经是免费咨询很好了那么我要提醒一下咨询可能是要收费的哈那么这一点呢我未来也为了帮助大家我觉得有些问题如果可以group啊就是进行课程比如说一些收费的呃非常小型的我这个我再跟贾医生探讨呃所以我只是提醒一下可能未来我们会进行一些小孩子的这个group的therapy啊或者是家长我刚才其实把大家的问题都看一遍我家里是个小孩呃好多家长的问题我们家小孩也有 呃我觉得然后我也是呃动用了所有的资源和这个呃这个力量哈哈但我觉得其实很多问题不不是医生能光是他在这里讲两句就能解决的我觉得很多问题可能是需要我们采取这种理念然后我们可能一个group啊有过同样经验的家长然后来互相分享然后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所以我觉得呃未来的这种互助都同样一个问题比如说刚才那个家长说呃我就我相信这样的问题 好多家长都有疫情发生以后好多小孩子非常非常优秀的突然就是太多的网课以后突然就学习更不上因为没办法专心如果他本身就有一点多动症的话我家老二也是这样的在原来学习都是AA plus结果一下直接从A到C然后现在就是学校开始了以后就我要天天monitor然后呢但是你又不能太push因为你每次去跟他讲说他自己都要崩溃因为他也知道自己不行但他就是不能control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家长也被召集呃如果学校 学校已经开始能够in person尽量让他慢慢恢复但是呢也不能太放手我刚才有看到好多家长不敢跟家长小孩说话关注门也怕去我我家老大也是对我问题后来我又想什么办法我让他去跟别人交朋友我就不是有好多大学生吗我就让他们让我的小孩参与一些peer让别人去影响他因为我们作为父母经常直接你还没讲话他就跳起来了你没办法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很多问题你可能不光是自己很有可能还是要借助 借助一个群体或者是借助一个这个其他的这种resource呃这方面呢我觉得我们未来会成立这个呃家长帮助孩子的这样一种呃探讨小组然后大家互相帮助 那你可以挑一些因为只有15分钟啊我们一般最最长呃不拉直到11点哈然后呢这个挑一些跟呃这个呃这比较呃就是能回到我已经回答过的就可以 我觉得好像其实挺多问题的话其实呃比较有他们问的都是比较怎么说比较个人的问题哈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也可以就是说从别人的问题里面听到一些关于自己孩子的一些情况哈然后呢这个有个讲有个问题的话说推荐一下通俗易懂的心理学的书籍给父母读一读 这个我一般不推荐一下哈哈哈这不是这样的嗯我觉得是这样哈因为他现在这个社会上啊就是说啊因为我我我一般我做科普的一个原则问题哈我是讲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啊那么在养孩子这个过程他有一些fundament的principle是可以share的啊比如说认知啊情感啊等等对的是可以share的啊 我建议大家多读读书啊但是呢我也同时告诉大家那么书有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给他呃真正的理解啊透彻的话他有的时候说会misleading的啊啊大家可以多读一读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些东西那么像刚才Angie说的这些互动的小组啊其实也也很重要啊其实很有效的方法那么我刚才也说了其实呢 我原来跟Alison也说过哈这样你就说过其实这个这个我们啊如果你有孩子你当父母其实你其实就是在一个学校里啊你这个我们说如何定义你是否能通过一年级二年级一到十二年级甚至毕业能拿到博士硕士 whatsoever啊 咱们是如果说唯一的标准那就是说你孩子是否能啊不是说唯一啊如果孩子是否能啊比较健健康康的做个普通人啊我觉得这样都是非常优秀的家长啊不需要去腾校啊那么如果说你觉得啊啊就是说你通过读书啊或者什么样的方式呢 这个school永远没有毕业啊像我说的那种情况没有毕业这个说法当然你的学位高低年级高低可能会有不同的区别那么你最终的一个客观的标准就是说我们都希望孩子呢他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乐的平平安安的啊这个呢就是一个标准那就是这里面呢我觉得需要花出很多的精力啊多读书啊不同的角度啊多想一想多看一看多听一听非常的不要就需要花出很多精力你不花出精力的话那就 好的下一个问题哈那个呃因为呃有人问了好几次这个问题了关于孔音症就比方说讨厌搓鼻涕或者嚼东西的生硬哈然后需要戴耳机来屏蔽这个是这个问题的话是可以治愈吗还是会越越来越远越来越严重这个问题是营养缺乏导致的吗还是说他其实属于一种比如说呃呃呃强迫症的一个范畴 这个呢我觉得哈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说在一般说在恐惧症啊就是phobia啊他其实他从大的范围来讲他属于一种焦虑啊他属于一种焦虑症啊就是说的焦虑动力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焦虑啊恐惧啊等等phobiaanxiety他都是只是他这个比如说他是非常具体的一个一个东西就是说你他这样一般的这样东西这种情况呢 都是由于他从小到大的生活习惯啊家庭的理念啊等等就是不断的塑造出来的这么一种习惯就是他可能对声音比较敏感啊或者是因为后天有什么原因啊有什么事件的发生导致着他对这个声音比较敏感啊更多的就是焦虑和恐惧所以说他必须有一个应急的就是对付的措施加耳机耳塞这种方式来让他睡觉啊或者be peaceful啊concentrate啊等等啊 那这些东西呢他其实是一种行为学的东西所以你需要找到他的原因他是从小到大家庭的环境造成这种现象还是因为他在生活中有一个特定的原因造成的那种现象还是因为什么还是因为他有什么具体的这个呃就是潜意识当中有什么样的concern 所以说就是我们我们一般跟病人会聊啊说你这个会发现这个病人是具体为什么你会有这种现象啊那么然后这一般是一种行为学的表现然后根据这个呢然后我们给出一些比如说实际上的治疗对建议啊行为学的改变呢或者如果说有一些更呃严重的一些焦虑的障碍啊等等可以有一些比如说药物当然了你本身这个事情你不是不需要吃药的如果他有其他的原因其他的症状 就是有一些小药物也是可以帮助的啊这要具体的看那么这个这个这个是很多人喜欢你比如说像我哈我小的时候长大的时候我睡觉的时候我爸是要一定把我那个门窗多关的严严实弄的黑了中午睡觉的时候你才我才能那个呃我才能让我睡觉的他对我一种乖爱和关乎但我上大学了之后就没有这个条件了所以说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习惯了这种在群体生活中就是那么睡觉也是一种这种实应的过程 啊所以说这个东西要看具体的情况那么在在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人他呃恐惧不同的东西啊他他担心不同的东西你比如说有人他那个雷声啊红水雨他都会害怕我就这样的病人啊他有特定的这种恐惧和焦虑的对象啊这是有的这要看他具体是什么样的原因你可以自己如果说你这个人你自己有这种现象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自己的这个过程看看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原因导致那种现象嗯好 好的然后再我我会挑些比较有那个广泛性的问题哈很多问题都比较有针对性OCD是depression的一种吗这个治疗方式类似吗还是说是比depression更加严重更难治疗 OCD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他其实呢他是这样的他精神心理的问题呢精神科的问题他很多问题他是相关的啊为什么是相关的呢因为他们这里的统一的通道就是你的方式拿来就是你的社会的功能如果你这个人有OCD的话 有强迫症的话导致了你这个社会功能下降你无法生存和工作了处理人际关系了那你一定会抑郁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收入了你有家庭有些问题你会导致抑郁症这是肯定的哈那么你这个强迫症要看你像我刚才我说了我大学一个同学的二班的他就是强迫症啊他就是考一手指头把十个手指头都砍得都都砍烂了他也没有问题你要看你这个强迫症是什么样的情况啊什么严重的程度强迫症一般 来讲药物是有很强的效果的啊这个是呃当然我要看具体的情况那么你如果不愿意用药的其实治疗也是有方法的啊你比如说啊Cognitive啊这种Behavior Therapy叫认知行为疗法这都是可以的啊我不知道你具体的是多严重啊什么样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强迫型人格障碍啊有的人这个很多人会把这个东西呢跟强迫症混起来啊这个我就不细讲了啊 啊那么强迫是要看具体你是有这种呃强迫的这种呃想法呀还是有这种强迫型的行为啊都不一样这个具体情况你一定要找你的医生来具体的讲因为我们在做给别人做评估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刨根问底的啊就是要问你很多你怎么回事啊怎么来的啊你的历史啊等等这就是说我们的专业就是什么这么多的所以就要看你具体的情况嗯好的然后我刚刚也是在走这个问题哈然后遇到 有问有人在问这一个any therapy works for psychotic and delusional thoughts如果这个问题的话我可能是我明白我我听我能为我能听明白啊对是这样的他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原来在社会当中被呃被污名化的时候呢我原来开玩笑写写文章就说我们说精神科医生很多人就开玩笑说你是治疗疯子医生啊我们其实这是严重污名化的那么在中国呢很多时候说说 疯子我我小的时候长大的时候我们农村见过这种人啊但是他就是有那种叫我们叫精神分裂症啊他有一些妄想啊等等一些这样那是比较严重的精神疾病啊那他跟我们普通所说的焦虑抑郁他是有点区别这个观众提的问题呢就是说他说如果说有这个精神分裂症妄想症的这些人是否也能治疗啊这是这样的可以治可以通过治就是talk therapy的方式有一种方式叫做 supported psychotherapy啊因为这要看这个因为这样的患者有的时候如果他比较严重的话他因为他于是超脱离于现实的这种患者呢他你要是跟他说这种普遍性的这种比如说认知行为治疗啊他是接受不了的因为他不生活在现实当中那么如果这种病人他比较稳定啊他也还可以那我们是给他一共提及一些关注爱支持这种supported psychotherapy是有效的啊 这是一定是有效只是说他支持他的基本收回功能这是有效的当然了要看他具体的病的严重程度如果这个人有这个历史但他现在收回功能很好认知也恢复还是可以进行更深度的治疗也是可以好的然后有个问题是问了两遍啊就说孩子心情不好抑郁焦虑的时候会做一些他自己特别喜欢做的事情然后这已经变成了一个习惯啊这种联动机制的发生频率越来越来越高 这种上瘾的本质是否和毒瘾比如说或者酗酒是一样的这种问题是否需要关注啊这个是很好的问题我可以这么告诉你啊就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抑郁了我晚上我实在是不舒服我去吃个巧克力啊哈哈我吃块冰激凌我可能就就就就比较好这是这样的我们说一般来讲如果一个人有stress了或者有抑郁了焦虑的他有两种方法去扣 一种叫mild adaptive coping skill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不健康的应对方法是什么呢吸毒啊喝酒啊等等这些是不健康不不推荐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呢reasonable和healthy coping skill我去取决于这个孩子他在不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做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他喜欢画画啊那这个就是说relatively reasonable 而且是比较healthy的一个东西而且是manageable的东西听音乐看电影这个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是可以的当然取决他具体是做什么东西啊那么我要再说一点就基本上是分这两类啊大类所以说我一般啊建议是什么呢如果你可能我强烈建议你们所有的孩子都所有的家长都带孩子去打sports啊如果可以当然了arts也是同样重要啊 sports和arts是vm为什么呢当你他有孩子有这些习惯了之后这是一种healthy coping skill叫stress management 呀从机体的角度来讲sports very healthy啊我就不具体讲了啊这里我可以以后的大家续讲 嗯好的然后这里有一个比较比较有典型的案呃案例哈也15岁的孩子抑郁症确诊了将近一年心理科医生 冷静了半年多没有效果一个月前开始用药目前的状态是晚上不睡觉白天起不来九月开学到现在超过60%的时间都不去上课呃但是又越有越越有压力就越不想上课作为家长是需要耐心等待多鼓励他呢能治好呢还是目前只能吃药不见心理医生和咨询师呃就是说他呃您的这个问题是说就是说家长应该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是吧是进行一个耐心的 耐心的等待呢还是说采取什么样的其他的一个方式嗯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哈就是说这是一个普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是但是呃为什么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啊这是个普遍现象啊第一我跟你说我不知道你们家的孩子他的baseline是什么啊他说一年了是吧我不知道这个小孩他如何成长呢在以前的历史当中小学初中啊他是否他是一个成绩比较优秀的孩子 他抑郁了是为什么啊是因为青春期啊学校啊还是因为具体原因还是慢性的不断的就进入了这么一种抑郁的状态到严重到现在这种状态那么一般来讲我刚才也提到的哈那么我们说一般说mental health主要就是睡眠啊睡眠是number one important thing不论是adult尤其是青少年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这种青少年睡眠不足睡眠不足是导致情感 就是心情出现问题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一个直接因素或直接或间谍因素他这个小孩啊如果他晚上不睡觉那这里要具体细节了基本上就有几种可能性了那就是说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他晚上睡不着他干什么呢看电视social media啊或者是去做作业或者是干别的事情啊网络的时候chat跟别人朋友啊聊天打游戏啊看电视啊等等啊他睡不着啊那睡不着啊 怎么办呢他就不睡啊他说我睡不着啊那他那说行吧那你就四点钟睡吧睡了之后他睡到第二天十二点他不上学了不上学了之后呢你说干啥呢你又干不了什么所以说这就是什么什么呢恶性循环从这个角度来讲睡眠第一你一定要把它调整过来这个我就不具体说了啊因为这个里面你可能我不知道你们家的孩子是不是带手机啊video game在在卧室里面呢你这父母亲子之间是否有说服力诚信力和权威啊等等啊 交通是否顺略啊孩子是否reasonable啊听话呀reasonable啊等等因素了这样的孩子可以这么跟你说是这个社会中普遍现象非常多不是一般的多就是说你要是等我个人觉得这肯定是不太现实的我个人觉得父母一定要在这里面你一定要深层次去思考一下你们自己孩子的成长历程你们的家庭在哪个亲子关系的程度等等 如何尽量帮助他建立一种权威的基础之上你要一定要他首先要规律睡觉number one另外他抑郁的原因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这个要看我要跟对小孩来啊跟对父母聊知道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个人觉得父母首先一定要自我盘行我们要想想我们自己能帮助孩子做点什么很重要当然了专业的一定要跟着啊可以跟医生说一说调解他有睡眠的药很重要好的 呃我看一下哈可能最后一个问题哈因为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一点呃有人问这个关于ADHD的这个药物的一个就是说呃pro and cons有哪些好处有哪些可能潜在的一些negative的一些影响哈哈哈ADHD这个是这是个另外一个话题哈这个呃根据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那每个人对这个这个理解这可能需要做一次就就是单独的一个话题那么我可以跟你说啊ADHD药呢大家很多人这原来我看过 有人写科普哈这就是写文章说这就是升学神药什么意思呢吃了他从这还就变聪明可以考好大学等等啊很有很有意思的现象美国有600万小朋友吃ADHD被诊断为ADHD哈美国有600万啊就很大的一个数字10%的小朋友啊是个普遍现象那么这600万当中呢有人吃药有人不吃药啊他这个ADHD药有几种啊大概两三种这个大类那么这些药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他他他这个药其实在原作用原理上来讲是跟口这个有一个种叫性分剂他其实性分作用原理跟可卡因是一样的哈基本上是一个一个东西哈就不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就是有那个作用原理是一样的那么 如果你这个小我是这样讲哈如果你这个小朋友呢如果他吃就是说你比如说早晨之前啊他他吃了这个药啊他学习呢能对他有帮助啊那么我建议呢啊你是要考虑让他吃一吃的哈我我我不是说具体的啊你我不知道你就还具体患 如果你这小孩吃了也没有什么药啊那你就要看个医生啊你要看医生让他调调剂量啊换一换药啊或者呢看看这个孩子是否是真的ADHD啊在美国有两种观点啊我不说我是哪种观点啊有一有一些医生认为ADHD被过度诊断了啊有一些医生同样都是一样的有一些医生认为ADHD被太少才诊断了 那那么这些人的标准呢那这些人他自己的想法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就是说有的人说这根本有些小孩根本就不是ADHD都给他诊断成ADHD然后这个钥匙那么另外一人认为说呢哇那么多小朋友都是ADHD你不给他们诊断他们得不到帮助啊在美国主要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所有的我们精神科医生包括很多这些专业的人士啊都是有不同的意见啊 好的最后个问题我可能想问的是有很之前那个问题了他们在问他就说贾医生您之前就是说present的那个数据哈就是全美国有多少多少人呃多少青少年抑郁这个问题的这个数据的话就是说在华裔的这个群体和其他的群体上面有没有就是说大概有一个数据上的一个差别 就比方说现在华裔更多有抑郁或者是其他族群更容易抑郁就类似于这样嗯 其实这样的我记不我在另外一个呃讲座里面讲过啊他这个数据非常细致哈啊呃我现在记不清楚了我以前讲自杀的那个那个讲座讲过我记不太清楚了那么是这样的啊那这个族裔之间呢统计学是这样的统计学是一门科学啊科学啊科学它其实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科学 它是一种统计性科学统计学科学它是有标准有标准差的那么他通CDC统计出来的数据呢呢他要跟他具体的methodology等等来结合那么我个人认为啊从不断地从各种族群角度来讲呢其实这种现象在现代generation season 是一种普遍现象其实真的说多一个百分点多两个百分点其实我觉得的呃呃关系不大那么我们华裔中有好多优秀的文化也有一些让孩子增加负担的文化 那么其他的族裔也有他们自己的问题和优点啊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从本我觉得我说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讲没有什么区别面对这个问题其实是一视同仁都需要帮助的 好的心好那我觉得今天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的话因为现在已经超过11点了然后也特别的感谢我们目前还有373名家长在现哈最高的时候将近有500人那足以说明就是说这一个心理健康的话题哈不仅可能是针对我们的青少年是家长非常关心的然后对我们自己的华裔我们的家长本身来说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 所以我可能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会再安排一些包括是针对成人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健康的话题或者是就我们刚刚贾医生说的是不是这个青少年的分这个ADHD或者其他的一些行为问题我们会分别来进行一些subtopic的一些讨论好的啊然后有人问这个公号怎么进呢您呃您可以点击一下看能不能关注哈或者您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小助手进到我们群里面群里面现在已经分享了好几次这个 这个假医生的公号了对啊听见吗听见到啊是这样趁这个假医生这个马上我们就马上结束哈我刚刚在群里面我我准备要成立一个组哈所以呢我们会成立专门是家里有问题小孩的家长愿意分享经验 那么我需要家长在里面呃volunteer当组长因为我们呃就那么几个人做不了太多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有大家都来参与所以呢如果你没有进群先进群然后呢我在群里面拉一个群呃然后我们专门就是看看这些组织你们怎么组织我们怎么分享其实每个家长还有一些不同的经验这种家长越来越焦虑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第二个我有一位非常好的这个candidate会来跟他跟我讲过他说Angeline你要解决这些家长和孩子的问题首先要从 家长开始首先家长刚才我看到有一个家长说了我们是不是家长先要改变一个呃中国传统那种交易方案哈教育方式呃才和孩子之间的这种焦虑和这种像斗争一样的关系能缓和所以他也专门提到我觉得我们家长自己可能首先自己要呃也要接受一些心理上的转变所以这个我可能会尽快安排这个讲座另外我刚才有提到呃如果看到大家确实有这么多的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可能会呃跟假医生一起呃呃 呃专门追针对不同的话题进行些收费的这种系列讲座然后这样的话就是limate因为因为免费的话太多人没有办法问到每个人呃这个问题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假医生的水平了哈已经是第三次来讲每次都是爆满屋不是接近500岁呢呃我们未来我会跟呃假医生我们商量一下这个下面有什么系列的这种收费讲座然后呢把这个话题每个话题可能单独讲深一点这样有敌方式比如说ADHD专门可能那天专门讲一些 AD问题那么家长的一些问题啊就是我们可以我们到时候会做一个调查表所以到时候大家都参与然后把这个问题分类以后我们跟呃假医生可以涉及一些这种group咨询的这种知识性但又带有开导性其实我觉得我们这里我们这个平台哈这个家长们都是很都是精英所以我们的中文名啊英文名叫align for impact我们中文名可能想来想去我们就叫北美呃精英会啊之类的因为大家都是精英学东西都很快其实大家 大家现在的痛苦和焦虑并不是说你的孩子不行也是也不是说你不行而是因为我觉得一种观念问题和知识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的open所以呢那下面的大家就呃欢迎继续关注我们咖啡俱乐部哈哈我叫afi了我们确实是就那么几个人但是要做这么多的话题呃也希望更多的人参与我们啊 然后非常非常感谢贾医生也感谢今天晚上这个大家这个家长们的这个热心哈没有进群的就可以我们可以先保留一下我的微信啊可以加我的微信然后我争取今天晚上睡觉一定会把大家都拉到群里我的微信是angeline2000 然后问题呢我们一样一样来解决像我有四个小孩我也是一样一样一样来解决但是我还想今天晚上我从进来听我前面在开车进来听我听到贾医生也非常对我也很震动的一句话哈就是呃我刚刚进的时候正好我在车上打听了之后就听到你前面讲到就是说呃 呃不管我们作为一个家长呃不管你的事业有多成功呃我觉得你要把自己的家给管好才能够才能够帮助别人或者才能够把自己的未来就是更成功或者是把自己的事业做得更好我我觉得呃在座的这些听众们包括我自己在那儿我最近对我自己也进了进行了一些做减法呃因为在大家可能过去一年两百多场呃大半都看见我在屏幕上那我家的孩子也因为有很多原因那因为四个孩子那我把时间都被 公益了那我的孩子也会有一些问题所以这方面我也在检讨啊公益和孩子啊这个工作和自己的家庭亲子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各种问题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用一点心啊有时候你把工作放一放你就是看你自己的priority对吧贾医生你刚才提到这个重心的问题如果你觉得这时候你的孩子是重要的你是不是请一天家来陪陪他尤其是你的孩子已经出现很重要的问题这时候你真的只要思考一下是你的功 工作的晋升重要还是呃你的这个其他重要比如说像我最近就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决定这个星期呃私会学院本来是带着一群年轻人啊准备希望能够在教育上多做一些但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确实给大家呃成立了八十多门客呃但是呢我最后这个星期全部捐给了这个咖啡俱乐部因为我觉得这本身教育就是公益的那么呃我也希望群体更多人能参与这样呢我也不不 不需要去乱两个公司把自己累死然后又没有时间去照顾家里的孩子和各种关系所以我觉得人生做不同决定的时候你如果是以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happiness作为priority的话我觉得有时候你们问我们的问题你再想一想你可能自己就有答案了对不对贾医生所以说呃我觉得呃大家真的是要想一想如果你的孩子真的问题有很多比如说刚才那个家长呃上了网课孩子突然就不行了像这种情况呀你是不是要多陪他 在他像今天我不问刚才为什么在车里啊我们今天是也是半年来第一次家里的亲子活动我就是专门请一天假然后我先生也是我们带着四个海市到新泽西的那个American Gym的那个大的墨里面有各种游乐场我就是真的就是专门要去这样的一样然后孩子们总算从游戏里面都出来了不许他们用手机然后一起去玩一起去吃东西所以所以刚才我就说本来今天晚上我要主持但是我看得屌可能会晚一点所以所以这也 也是这个原因就是说亲子活动要要要家里要要主持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要要有这跟孩子之间的这种时间哈就是我就是把今天晚上刚才听到贾医生的总结包括我自己的分享也也给大家所以呃希望呃这个大家也多思考哈就是今晚呃现在时间也不早虽然贾医生在寻你但是我还是说这个群不是贾医生的群这是我们的身心健康群呃贾医生自己非常非常忙没有很多很多的病人我们 我们已经是好几个没好意思打搅他请他了哈所以大家呢呃就是也也也不要太轻易的为一些小事去打搅他那么我们未来会把会做一个调查表收集问题我们进行一些统一起来做这样的公开讲座这样受益的人会更多但如果你有特别严重的这些问题需要咨询继续填表的还是我是这我可能会应该是会有涉及到收费哈那呃下面呢就是在群里或者私下在跟我们跟贾医生沟通 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嗯谢谢大家对大家可以加我哈 enjoy to sound 贾医生你先走我再留的谢谢谢谢好的好的多谢 都给停了那个Alexon可以把live停了这样我们可以多留一会探讨一下晚安贾医生